你们看的是在居下有遗憾 他是被谋杀 就是被谋杀的 为殷落恳求族人不要颠倒黑白 姐姐明明是被活活掐死 而并非病故 可当她把事实摆在大家眼前 换来的只有父亲的斥责 和长老们的蒙羞 他们认定殷落满口无言 甚至还要对她执行家法 懦弱的父亲害怕把事情闹大 一个劲地让殷落道歉 让我向他们道歉 凭什么 殷落自小是被姐姐抚养长大 如今姐姐死得不明不白 她怎能不管 为父见女儿冥顽不灵 一气之下将她赶出魏家 即便如此为殷落依旧不回 头也不回地进了宫 调查姐姐死亡真相 富丽堂皇的紫禁城 让人眼花缭乱 新近的宫女们贪婪地注视着这一切 不过与她们不同 殷落此行只为追查凶手 而今天也是秀女们大选的日子 这些秀女纷纷出自民门 只要进了宫就是主子 宫女锦绣打去吉祥 像咱们这样出生的人 即便参加选秀 也只有当宫女的份 说吧还用手肘倒了吉祥一下 这可把吉祥害惨了 吉祥手里的水桶不小心摔在地上 正好见到了秀女乌雅清代的身上 乌雅清代当即扇了吉祥几巴掌 就还不解气 竟还要费了吉祥的手作为赔偿 既然你弄脏了我的衣裳 那就用你的手来赔吧 魏英洛看着吉祥被欺负集中生智 想了个好办法 表示自己愿意为小主分忧 小主别聚强心 将鞋底雕刻了一朵莲花 不过还差了一件东西 说着她把香囊里的粉末倒在地上 混合在一起 给乌雅清代的鞋底沾满粉末 这样就形成了步步生帘 玉花都印在地上了 好别致啊 好特别啊 祝愿小主步步高升 心愿得偿 见魏英洛俘手跪拜 乌雅清代心中得意 便决定饶了吉祥一命 很快到了奠选这天 皇上皇后和高贵妃都参加了 而高贵妃受宠 根本就瞧不上皇后 皇上选妃也是花里胡哨各种吐槽 这风满的就说人家一日吃五顿 见着瘦的就说人家站着费劲 直到见到了脚底生帘的乌雅清代 皇上心中奇怪 便命他拖鞋查看然后 原来在步步生连的典故里 昏君肖宝卷就是因为 妖妃潘玉奴的狱卒 而丢掉江山 如今乌雅清代学这等颓迷的风气 难道是来霍乱朝纲的吗 皇上不仅要把乌雅清代赶出宫 还要处置他的家人 与此同时魏英洛这边 正在参加宫女刺绣考核 可这时吉祥却一不小心扎破了手 鲜染红了锈帕 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吉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锦绣冷嘲热讽地劝吉祥早日退出 就连发小玲珑也不愿意帮他 只有英洛拿自己快绣好的刺绣 跟吉祥进行交换 很快刺绣考核时间到 吴总管对吉祥的作品非常满意 甚至当场就要封他为敌 锦绣表示不满 连忙让吴总管看看英洛的刺绣 怎料英洛后来的作品却意外获得了 吴总管跟张嬷嬷的青睐 可就在这时 宫女突然告发英洛作弊 鹰洛巧舌如簧 既然都是未完成的作品 何莱作弊一说 吴总管见英洛心思细腻秀技超群 很是喜欢 立刻把告密者逐出宫 优秀的人总是遭人嫉妒的 锦绣看不惯英洛的出色 居然当众向英洛的床铺泼茶水 你不是不理我吗 这就是下场 其他的宫女们也是冷眼旁观 看到魏英洛被欺负反而叫好 不该叫他出风的 但英洛才不是好欺负的主 转身就提来了满满的一桶水 直接给锦绣的床铺浇个头 并且霸气放话 我 魏英洛 天生脾气暴 不好惹 谁要是再挤挤歪歪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 说着甚至要拎着锦绣到管事姑姑那瓶礼 英洛的嚣张跋扈把锦绣吓得不轻 只能低头向英洛道歉 我做了还不行吗 此事才算了结 紫禁城内里一森严 即便是睡觉也要有固定姿势 在这里犯了公规被逐出公事小 一不小心丢了脑袋也是家常便饭 魏英洛能顺利找到真凶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宫女们的日子不好过 皇上的嫔妃们过得也心惊胆战 高贵妃想着马上就有新人入宫 她得在众人面前历历规矩 掌掌贵妃气势 但是于贵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告假 又是身体不适啊 茶话会结束后 高贵妃却越想越不对劲 怀疑一平骗了自己 而一平这里也正火急火燎 认为高贵妃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和于贵人 正说着吓人就来通报贵妃娘娘到了 关键是她还专门带了太医来 有病没病太医一诊便知 但是于贵人却百般抗拒 因为她有病是假怀孕是真 一旦被太医诊出 那在这深宫暗斗中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保不住 一平赶紧跑去长春宫找皇后求助 等皇后一行人赶到时 高贵妃正在给于贵人强行喂养 你这是在干什么 高贵妃解释于贵人换了科技 而自己正在请太医为她致便 一旁的一平大声声辩 阿言明明是神话有余 哪里是什么科技 这一碗药就是贵妃 毒杀皇嗣的证据 放肆 有毒没毒一验便知 结果这药确实是枇杷糕 而枇杷糕确实是治疗可及的良药 并非是毒药 一平的声辩反习了污蔑贵妃的铁证 一平空口白牙 污陷沉起 若不严加惩治 只怕上行下效 彻底败坏了风气 高贵妃来者不善一步步紧逼皇后 要求她处置一平 而皇后若有意逊私包庇 那这管理六宫也不能让人扶起 不如趁早让闲 一平害怕连累皇后何于贵人 便主动请命任由贵妃处置 既然如此那高贵妃也就不客气了 她让一平跪在宫门口 并让宫女长嘴 脸都要打烂了 这是在故意羞辱一平 怀有身孕的余贵人在一旁哭着求情 路过的阴落看到这一幕也是百感交集 她奉命来给怀孕的余贵人亮智新衣 看到余贵人魂不守舍 嘴里一直念叨着 琵琶糕里面是有毒的 当为什么咽不出来 于是插了一句嘴 琵琶老爷没有毒 新衣是有毒的 魏英洛这句话可把张嬷嬷吓坏 张嬷嬷立刻出言呵斥 但是余贵人却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再次问起魏英洛 暴脾气的魏英洛无视嬷嬷的眼神警告 还是告诉了余贵人琵琶的毒性 虽然琵琶的老叶确实无毒 而新衣和果盒都是有毒的 多福则有性命之用 而贵妃娘娘送来的琵琶糕 就是用新衣制成毒性极威 太医这才未曾察觉 于贵人听此 立刻就要拉着魏英洛去见皇后 把这事给解释清楚 嬷嬷怕魏英洛卷进后宫的是非 跪着求娘娘饶了她 可经过上次的事情 皇后也被连累栽了跟头 所以长春宫里的下人名誉 已经很不待见于贵人 因此于贵人压根见不到皇后的面 而魏英洛则因为自己的任性 则被嬷嬷罚归一天一夜 可即便如此 魏英洛还是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 觉得自己说的每一个字 都对得起天地良心 是 你对得起天地良心了 你对得起你老子娘吗 你对得起为你操心的嬷嬷我吗 嬷嬷看魏英洛不知悔改 便带她去看看 直言不讳的下场 哎呀 长嬷嬷 你们怎么来了 白日里被羞辱的怡萍 此刻已经投挂玄良自尽而亡 于贵人更是发疯一般地拽住英洛 让她去指证高贵妃替一瓶报仇 嬷嬷护住了英洛 并点名了事实 贵妃娘娘就是摆明了要一瓶死 英洛的话根本挽回不了大局 反而会搭上更多人的性命 魏英洛很是不解 为什么一瓶会自尽 嬷嬷嬷嬷告诉她如此大的羞辱不去死 难道还活着 自取其荣吗 冠成了我千万人的唾目 我也能唾面自干 可宫女就像是一颗鸡蛋 高贵妃是大石头 鸡蛋怎么能去碰石头呢 但魏英洛却觉得嬷嬷说错了 这样的魏英洛不闯祸才怪 她把自己的一腔愤懑 全都撒给了宫中的一棵灵百树 但这个灵百树可是皇上的最爱 当年皇上出宫寻访时遇到酷暑 所有大臣都汗流加倍 唯独皇上神清气爽 后有人说是这棵灵百为皇上保驾护航 平日里多少人跪拜都来不及 你竟敢伤害灵百 脱下去 挣三十 魏英洛也是胆大的很谎话张口就来 声称自己刚刚不是在打灵百树 而是灵百正给自己托梦 让给他挠痒痒 一棵树能托梦给你 既然百树有灵 那自然就能给奴才托梦啊 皇上都觉得离谱 可又没法反驳 只能放过他 魏英洛才不相信什么灵百不灵百 皇上就是想让大家觉得 他是真龙天子才搞这一出 你看于贵人 若是戴下皇子 他还有翻身的机会是仪品 连命都没有 在这宫里 连一棵树都比不受宠的女人强 想到这里 英洛拉着嬷嬷赶紧走 他担心皇上反应过来 回过头找他算账 果然他和嬷嬷前脚刚走 后脚皇上就气冲冲地折返回来 这灵百凭什么给他托梦 去管这小丫头呀 脑子太快 嘴也快 身边的公公也怂恿皇上 一定要抓到那小公女 抓到就杀了她 皇上看了她两眼 然后就送了她一脚 这两脚都是惩罚这个奴才 竟将自己的事透露给太后 挺开心了 还交代她要尽快找到小公女 魏姻罗 皇后这边得知自己的下人名誉 将于贵人拒之门外 很是生气 自打复查皇后的二阿哥轰事后 荣嬷便有意疏远皇上 好几次都闭门不见 但架不住皇上心心念念 可当她主动来到长春宫 也不能把人撵出去 面对皇上的提问 复查皇后赶紧扯了谎 说于贵人身怀龙寺 想在神武门摆设周旁 为龙子祈福 可谁知这两个丫头 偏偏说臣妾身体不适 皇上不相信继续问道 我还有什么别的话 要跟真说吗 皇上日理万机 要保证龙体 见皇后还是与自己心存隔阂 皇上也只能叹气离开 不过对于高贵妃 欺负皇后的事 皇上也心知肚明 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替皇后出气 回宫后便命下人 送了一本金刚经给高贵妃 这本金书是专程送给您的 说是您抄经文一遍 必能消弥火箭 有意身体扛进 这是皇上对您的厚爱 一抄就是五千字 皇上这哪里是赏赐 这明明就是变相惩罚 高贵妃不由地怒从心来 但碍于皇上的威严 也只能气呼呼地去抄金书 宫女们聚在一起 就爱八卦这宫里的侍卫 巧的是魏英洛和绣房宫女 在给各宫送衣服时 刚好有一位侍卫出现 这名侍卫叫庆熙 是为英洛姐姐的老相好 见到英洛出现在宫中 便神色慌张地拉着英洛私聊 英洛欣然英语 可这一幕竟被死对头玲珑瞧见 当即就将英洛私会侍卫的事 告诉了方姑姑 刚入宫就整出妖蛾子 高得起侍卫 看我不剥了她的皮 英洛质问庆熙作为姐姐的爱人 为何在姐姐最需要她的时候 却没见到她的出现 庆熙支支吾吾避而不谈 只表示自己没五日职守一次 有困难可以到侍卫处来找她 这次来找英洛是担心英洛冲动出事 但英洛并不领情 准备离开时 方姑姑已经堵在门口桌间了 不过英洛丝毫不怕 一手锣筐一手棒子 打开大门直接用锣筐套住了姑姑 然后暴打了一顿 庆熙也趁机溜走 要你偷看 没脸没皮的偷看 至于打人的理由 英洛谎称自己在里面方便 而这个变态竟然偷看自己 方姑姑也是有口难言 先夫没抓到自己却挨了一顿 只能放剧狠话离开 方姑姑离开后 英洛却在地上捡到了她掉的公涛 而这公涛正是姐姐的手艺 难道姐姐的死和方姑姑也有联系 英洛打听了一番才知道 这个公涛是绣坊宫女阿满做的 而这阿满便是英洛的姐姐 好像是犯了错 被赶出宫去了 这是姑姑不让提 谁提都要倒大梅 而英洛确实马上要倒大梅了 皇上身边的大太监 正在马不停蹄地找她 由于魏英洛顶撞皇上的时候并未抬头 唯一确认的办法便是声音 所以太监就想出了这个法子一一分别 另一边书贵人和沁肠再来绣坊拿衣服 好巧不巧遇见了魏英洛 我没有乌鸦姐姐那么蠢 你也不要再自作聪明 就要心放在我手上 说着自己不蠢的书贵人 看起来可有点蠢啊 而倒霉公共左右找不到魏英洛 气得直骂娘 那个混账丫头 要是让我找到她 我费拔了她的皮不合 如今各个宫的宫女都见过 就剩下造办处皮房 绣房这些了 李总管骂完之后就继续行动起来 书贵人看见李总管在这里有意讨好 便闲聊几句 想着搞好关系 有朝一日还能见见皇上 阴落见状 趁机跟在书贵人身后溜了出去 逃过一劫 而这书贵人也是大摇大摆 举止行为丝毫不顾忌 换一部公斗剧 他可能活不过三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同为宫女的锦绣因为极度阴落 于是在宫里放出传言 说阴落和侍卫勾三搭四 很快阴落跟侍卫私通的事 就传遍后宫 为了能在宫里待下去 阴落只能解决这个传闻 而消灭传闻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事情闹大 从那以后阴落整夜外出 锦绣发现后立马跟上去 可总是被阴落甩掉 没过多久 大家就发现阴落不仅总是恶心呕吐 甚至连腰都粗了一圈 看到阴落扶着腰滚着肚子的模样 锦绣心中窃喜 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诉乌 于是吴总管准备处置阴落以警校友 可阴落说什么也不认罪 为了证明怀孕真伪 吴总管当场吩咐两位 嬷嬷检查阴落的身子 若证明我无罪 这个告状的人要如何处置 得到总管肯定的答复后 阴落便答应了嬷嬷的检查 一番检查后 嬷嬷说阴落确实肚子大 宫女们纷纷落井下石 开口嘲讽 但紧接着嬷嬷说出真相 阴落肚子大是因为胃胀起 锦绣听了当场试探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嬷落静还是清白之身 如今事情不妙 立马一股脑地把责任 推到姑姑身上 吴总管答应了处置 此刻也不手软 锦绣挨了二十大板 被贬入了新者库当奴婢 而姑姑则是受了四十大板后 被罚撵出皇宫 事后嬷落来看望 挨了板子的方姑姑 并将自己假装出去撕毁 和利用陶土假装怀孕的事情 全盘说出 气得姑姑开口大骂 你这个见识 天生的夏天培子 和你姐姐一样 嬷落一把拽住方姑姑的领口 威胁他将知道的事全部说出来 否则就要将他虐待宫女的事情 告诉吴总管 那时候恐怕就不是被逐出宫那么简单 兜兜转转 这其实才是嬷落的真实目的 但姑姑还不坦白 还说那个公涛是为英明送给他的 嬷落听此直接摔碎了碗 拿着一块锋利的残片 直逼姑姑的猴警 姑姑这才吓得说出实话 原来方姑姑对姐姐的事情也不清楚 她只是因为贪财 所以霸占了英明的银子和公套 关于为英明的事 张嬷落应该最清楚才是 你姐姐是她最看重的修女 嬷落听此立马就找到了张嬷落 为英明是我姐姐 张嬷落见英落对这件事仍执迷不误 只好说出了英明与人油染 被发现赶出宫的事实 而且张嬷落曾亲口问过英明 可英明一口咬定自己是自怨的 但英落还是不愿相信姐姐会因此而自杀 况且姐姐并非自杀 而是被人灭口 说着将姐姐包袱里的玉佩拿给了张嬷落看 张嬷落看后脸色瞬间变了 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告诉英落 接下来的日子里 查清事情真相 英落想方设法掉入皇后的长春宫 毕竟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复查复合 当然她也成功了 只是吉祥却被玲珑诬陷成 偷到孔雀与县的人 被吴公公给处死了 为英落看到吉祥的尸体 拿着吉祥身上掉下的手帕 心中暗暗发誓一定会为她报仇 玲珑假意在众人面前为吉祥伤心 赢得众人的安慰 而英落假装坚强 却被大家嘲讽无情无义 这天张嬷嬷安排人给皇上绣长服 玲珑主动请英 但英落不愿她得逞 便提出要比试分胜负 赢得人才有资格绣龙袍 玲珑全力以赴 却因龙怒难绣 害怕比不过魏英落 于是便偷偷更换了 自己与魏英落的刺绣作品 只是她没想到皇上在穿衣时 却被一根针刺刀 皇上勃然大怒下令严查此事 玲珑本以为迎接她的是赏赐 没想到却是一场滔天大火 面对吴总管的结问 玲珑害怕地说出了自己 更换英落龙袍的事情 可是众人却不相信 吴公公更是直接将她打入大牢 为英落去大牢看望玲珑 表示自己是因为吉祥的事情精神恍惚 所以少绣了一针 可是玲珑太过心急 所以没有检查 玲珑见事已至此 索性承认了自己陷害吉祥的事情 却不知皇帝已经下令将她占八十 流放宁箍塔永不回京 陷害吉祥的人得到了报应 英落也终于可以安心地到长春宫报道 在去长春宫之前 张默默询问她 如果调查出真的是复衡害死了英明 那她打算怎么办 英落坚定地表示 任何人伤害了姐姐 她都会让对方得到报应 你瞧 已经起风了 若晚上真的下大雨 这花怎么办了 风 哪有风啊 你讲讲道理好不好 有没有风你自己感觉不到吗 可明玉就是这么不讲道理的人 从英落第一天来到长春宫 明玉就觉得她别有用心 不仅阻止英落接近皇后 还吩咐手下不许搭理英落 被孤立的滋味当然不好受 好在英落已经找到了杀害姐姐的凶手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傅恒来后宫找皇后 英落故意将那枚玉佩掉落 引起傅恒的注意 为了证实这枚玉佩就是自己的 傅恒还说出了玉佩上的细节 这块玉佩上除了客友复查姓氏之外 右下角 还有个小小利痕 是我之前睡的 按照姐姐的性格 如果是剪刀的一定会还回去 既然留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傅恒就是侮辱姐姐的人 半夜天降大雨 皇后担心院子里的花 连忙到园中查看 却发现英落此刻已经在为花披上泥 如此一来先前名誉处心积虑的 在皇后耳边告英落偷懒 不服从命令的言论便不攻自破 事后英落还贴心为宫女们熬了姜汤 吃人嘴短宫女们觉得英落人挺好的 如此冷落她实属不应该 英落这才算在长春宫站住脚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高贵妃得知皇后病了 特意来看望 谁知一进门就看到了魏英落 猎人终日竹艳 却被艳着了眼睛 心高气傲的高贵妃怎能容她 立马吩咐手下割了英落的舌头 好在皇后及时出现 可高贵妃是铁了心的要她命 谁让英落装疯卖傻糊弄自己 面对高贵妃的指责 英落一脸委屈 那日奴才在蜀绣宫 可有说自己是个傻子 你没这么说却这么做 这样的话就不是奴才欺骗娘娘了 是娘娘觉得奴才长得傻 这才造成了误会 英落小之以情动之一里的说辞 成功把高贵妃逼退 但与高贵妃相处这么久 皇后还是第一次见高贵妃 赶在自己的地盘大开杀戒 不禁询问英落事情起因 英落将自己告诉于贵人 琵琶高有毒的事情说了出来 皇后听了更加赞赏她的聪明机智 而高贵妃气急败坏地回到寝宫 发誓一定要取了英落的性命 可家平却劝说高贵妃先对付于贵人 毕竟高贵妃害死了一瓶 这天英落奉命给于贵人送不要 碰巧遇上了于贵人正被人谋害 她当即拿出花瓶砸向了杀手 一番生死争斗后 英落终于打昏了杀手 再立马跑出去大声呼救 谁知高贵妃正迎面而来 不得已英落只好返回插上房门 高贵妃却派人降门撞开 情急之下英落把目光看向了房间内的火盆 很快巡逻的侍卫看见此处浓烟四起 立马赶来救火 而此时的高贵妃也终于打开了房门 立马让手下将英落的嘴堵上 想把人带回去慢慢折磨 可此时的傅恒却已赶到此地 傅恒冲进来救下了英落 面对高贵妃的诬陷 英落却先让傅恒救于贵人 然后立即把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并提议傅恒审问谋害于贵人的杀手 但哪只杀手虽然被破写 却一口咬定是皇后派自己谋害于贵人 本宫何时成了杀人主使 竟茫然不知 可笑皇后想起今天是一平的忌人 担心于贵人伤心过度 刻意前来探望 如今却成了杀人凶手 可无论怎么逼迫 杀手都不肯说出真正的幕后主使 大家都听见他刚才说的话了 皇后娘娘竟然为了一己之力 又谋杀于贵人和他腹中的龙子 眼看形势朝着不利皇后的方向发展 英洛再次站出来拿证据与高贵妃对质 这个杀手身上一共有三处伤口 英洛详细地说出了杀手身上伤口的位置 高贵妃也说是来看望于贵人的 可您除了带一群凶神恶煞的小太监 却什么也没带 这一番话对得高贵妃哑口无言 最后只能夹着尾巴偷偷溜了 而于贵人虽然捡回一命 却因为惊吓过度神志不清 皇后见状震怒不已 心疼于贵人 却又不能拿高贵妃怎样 因为今日于贵人偷偷在宫里祭祀仪平 于贵人知道宫里不允许 所以支开了众人 这也给了高贵妃趁虚而入的机会 为了于贵人皇后只能善罢甘休 不过经此事 英洛机智地表现让傅恒刮目相看 为了感谢英洛帮助姐姐洗刷冤屈 傅恒特意带了疗伤的药给她 英洛趁机打探姐姐的事 认识阿满吗 傅恒问了一下随即表示自己不认识 英洛告诉她 那真是太可惜了 另一边于贵人在太医的照料下终于醒来 却因为惊吓过度神志失常 而皇上一次也没去看望 皇后得知后忍不住悲伤起来 只可惜于贵人不是董厄妃 又去哪儿再寻约士族呢 但英洛却不以为然 认为顺智地在董厄妃死后赐死工人 乃是无情之举 毕竟那几十名工人也是有家人的 没想到却正好被突然到访的皇帝听见 皇帝非常生气 当场就要处置她 好在皇后说起 英洛这才又逃过一劫 就在英洛找了借口准备溜的时候 皇帝突然觉得不太对劲 他发觉英洛的声音很熟悉 确定英洛就是那个 给灵百脑痒痒的工女 于是立马告诉皇后 英洛心怀叵测图谋不轨 要知道不久之前她还是个下等工女 居然这么快就升到皇后身边了 皇后却坚信英洛不是皇上说的那种人 见皇后如此忠义英洛 皇上只好作罢 转而提醒魏英洛 如果再敢犯事 自己绝不轻饶 随即皇上又想起一件事 自己身边的李总管找了这么久 都没找到这个工女 实在是废物一个 气得皇上赏了他一脚 李总管这才意识到 原来魏英洛就是他要找的人 而魏英洛为了接近复衡 自制了一个暖宝宝送给他 因为跑得太急 还差点扑到了复衡身上 这一招小小的鲁莽让复衡心动不已 拿着暖宝宝兴高采烈 这都什么时候了 紫金城的冷风还这么强啊 直往我脖子里怪啊 会吗 很暖和 华英刚落海澜茶 发现了傅恒的暖宝宝 立马抢过来玩 傅恒不愿意 二人争执间使暖宝宝破裂 烫伤了海澜茶 有点不对劲 傅恒开始怀疑英洛别有用心 于是找到人当面对峙 可英洛太过狡猾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傅恒给扑倒 然后可怜巴巴地解释 自己因为太心急 所以缝补暖宝的时候 没有把口风延使 成功打消了傅恒的怀疑 与此同时贤妃的母亲 久违地进宫了 原来贤妃的弟弟 贿赂大臣被发现 母亲来找贤妃求助 可无论是如意传的贤妃 还是延喜攻略中的贤妃 在宫里一直淡然 处事不争不强 当然也并不受宠 因此她根本吹不了枕边风 再说了她也不愿意 干涉朝政大事 母亲听此直接跪下 可娘就这么一个儿子 不能让白法人送黑法人呢 但贤妃谨守父亲的教诲 不愿意出面 气得母亲直接甩了她一巴掌 你当你的好人 等你弟弟上了断头台 你就永远没有你这个额娘了 为了平复自己混乱的心情 贤妃在屋内不断地练字帖 纯妃前来探望 也看出她内心难过 于是就建议她 求皇后娘娘帮忙 但贤妃当场就拒绝了 纯妃 你未免太看轻我了 我告诉你 我谁也不求 纯妃听后只觉得 贤妃太过天真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 贤妃弟弟就病重去世 母亲伤心欲绝 将这一切过错都怪在贤妃身上 你在这紫禁城 连狗都不如 家伙人祸 都是你的错 说着说着贤妃母亲 居然当场撞墙而死 贤妃抱着母亲的尸体痛不欲生 短短的时间内 她就这样失去了两位至亲 她的心也因此慢慢地变了 贤妃娘娘有点不一样了 另一边阴落在返回长春宫的路上 遇到了沁溪 沁溪约她晚上三更在御花园见面 还说自己查到了英明的死因 可英落本就对沁溪没什么好感 因此对她的行为有些怀疑 在发现自己的链子只少了一张后 英落立刻预感到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果然沁溪试图给她安上勾引侍卫的罪名 好在英落一见到沁溪就明白不对劲 大声喊有贼 众人赶来将沁溪打了一顿 是前庆门侍卫 不想干什么 这是后宫 前庆门侍卫跑到御花园来干什么 沁溪说不过英落又挨了一顿揍 依亲王哄小件事情发展不对 索性从幕后现身 而沁溪则趁机恶人先告状 表示自己被英落勾引 好在英落事先准备好了证据 自己是专门为皇后采摘夜来香的 谁知竟无意间遇到了沁溪这个灯徒子 不打他打谁 可依亲王也不听英落的辩解 准备直接将他押入盛行司 好在关键时刻复横出现了 称自己陪皇上来御花园 刚亲近没多久就被打扰 于是英落就被带到了皇上的面前 皇上问起事情的缘由 庆熙说英落私下总是勾引自己 于是就告诉了称亲王要抓线信 并拿出了英落给自己写的信件 称亲王也佐证称自己设下陷阱 就是为了诱英落上钩 皇上一听就准备处罚英落 但是英落又开始了摆证据讲道理 他拿出了自己练字的纸张 每一页都标了序号 但其中的第28页不翼而非 还有自己根本用不起宣纸 用的一直是白棉纸 而庆熙提供的那封书信 却是上好的宣纸 复横检查一番 确认这个信件用的是宣纸 称亲王见事情可能败露 便开始怪罪庆熙撒谎 庆熙见靠山一岛 干脆将事情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皇上 说陷害英落乃称亲王一手设计 称亲王自然死不承认 表示这就是个误会 但英落告诉皇上 自己与称亲王素未谋面 称亲王为何要设下计谋 怕不是想借着我这个口对长春宫下手吧 皇上一听这话怒了 对长春宫下手不就是对皇后下手 于是当场下令 帐庆熙一百革职查办 并罚英落回去抄字一百遍 至于称亲王 皇上恨其不争怒其不幸 作为皇叔的嫡传后裔 实在是有辱家门 丢了世上皇叔的脸 丢了爱情丢了家伙人 在皇上的拳打脚踢之下 称亲王终于招供 原来他虽然承袭了父亲的爵位 但自从先王去世 家族衰败至今 自己只能当个前亲人侍卫 因此一心想要巴结高贵妃这颗高知 于是在无意中从家贵人那得知 英落得罪了高贵妃后 便听从了家贵人的建议 陷害为英落与侍卫私通 想给高贵妃出出气 皇帝听了这话愤怒至极 立马派人将家贵人 轻生的四阿哥永城 送给贤妃抚养 算是惩罚 可英落得知此事后 心中很是委屈 普通人的生死 永远比不上这些达官贵人 不过很快他报仇的机会就来了 宫中举行祭典 皇帝要与朝臣分肉而食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可皇上突然听到消息 有人在肉里放了盐 这可是大忌坏了老祖宗的规矩 皇上勃然大怒立刻让人排查 果不其然放盐的那位正是宜亲王 这次皇上可不能再包庇他 于是宜亲王被革职查办 皇上还下令将门外侍卫们盘子里的肉 也都排查了一遍 好在除了宜亲王再也没人犯忌悔 英落得知此事有些意外 因为在祭典前 他特地给了傅衡一包娇盐 本想将这个害死姐姐的凶手 一并解决的 只是没想到傅衡竟然这么没守成规 但是已至此他也只能装傻 可傅衡如此聪明 怎么会猜测不出是他动了手脚为自己报仇 更重要的是傅衡已经查出 英落与阿满的关系 明白他一直想为姐姐报仇 因此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伤害过阿满 傅衡给了英落一把匕首 英落毫不犹豫就捅了傅衡一刀 可傅衡命死也不承认自己杀害阿满 英落见此纠结地跑掉了 事后他觉得傅衡一定会将这事告诉皇后 自己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果然皇后大发雷霆 斥责英落胆大妄为 居然连一亲王都敢动 皇后娘娘责怪英落 就是为了这件事 还有别的事吗 英落的内心很是波动 傅衡竟然没有告发自己 事后他奉皇后的命令送参汤给傅衡 才知道傅衡谎称自己练武时受了伤 很抱歉 伤了 我不接受对不起 我只接受实际行动 傅衡躺在床上让英落给自己喂汤 还来的场深情告白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英落心怀不轨 但还是拗不过内心 愿意相信他 他想知道英落的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 英落一时之间也达不上来 但他愿意相信傅衡不是杀害姐姐的凶手 贤妃受皇帝之命收养四阿哥 可他的生母家贵人一天往这跑十八遍 惹得孩子不停地哭闹 很快宫中就谣言四起 贤妃虐待四阿哥 而四阿哥则趁机生了一场大病 更是坐实了谣言 皇帝闻讯赶到 家贵人立刻下跪求皇上 把四阿哥还给自己 一番母子情深的诉求 让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动容 高贵妃也在一旁帮家贵人说话 眼见皇帝就要答应 纯妃带着太医及时赶到 经诊断四阿哥是由于饮食太过有名 才会引起肠胃不适而生病 看来贤妃到底还是没有带孩子的经验 但此时贤妃手下的宫女表示 贤妃曾特意交代四阿哥的饮食要清淡 厨房也照做了 可四阿哥的乳母却说孩子不爱吃 妃要喂鸡肉鱼汤 这太狐来了 孩子正病着身体虚弱肠胃不挑 还给他喝鱼汤 他肯定会腹泻的 是啊 四阿哥刚刚腹泻不止 还一个劲得喊肚子疼 身为四阿哥的乳母 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 皇帝当场下令严惩 乳母知道自己承担不起谋害皇子的罪名 立马说是受了家贵人的指使 皇帝听了大怒 当场把家贵人降为答应 打入了冷宫 家贵人苦苦哀求皇帝仍无动于衷 没法家贵人只能把目光看向了高贵妃 可大家都看着呢 高贵妃只能装作不知情 抛弃了家贵人 那一瞬间家贵人恨了 自己帮高贵妃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可高贵妃却说翻脸就翻脸 眼见家贵人要破罐子破摔 高贵妃立马承诺 不过本宫可以念在昔日旧情的份上 替你好好的照看四阿哥 好好的走吧 这言外之意家贵人再清楚不过 最终选择了沉默 而为了让家贵人彻底沉默 高贵妃还向皇帝提出自己想收养四阿哥 不过皇上并没有答应 觉得贤妃照顾四阿哥更为合适 达应这是你寄碗的饭菜 哥那么怨我都闻到搜尔了 这是给人吃的吗 虎落平阳被犬欺 自家达应被打入冷宫 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熬 连小太监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只有贤妃好心地前来看王 在这个深宫之中 即使在勾心斗角 也都是为了生存 况且家达应还有一个儿子 肯定更要为自己的孩子做打算 贤妃可以理解 但他这次前来看家达应 是想问当初告发自己弟弟行贿的 是不是高贵妃 是到如今家达应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没错 是高贵妃指使一听 让他去向皇上告你 所以我家和人亡都与高贵妃有关 家达应仿佛听了一个大笑话 他表明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 是你故作清高拒绝贵妃招揽 是你归心举步不肯为家人求情 是你无能才会让母亲一头撞死 贤妃听此脑海里也想起母亲斥责自己的画面 但他真的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不并不是贤妃拿起白铃 死死地勒住了家达应的脖子 并告诉他 其实他早就发现四阿哥生病了不能吃肉羹 但他故意假装不知情 还故意邀请精通医术的纯妃前来品查 纯妃一眼便看出事出有因 也就有了这些后续 从前那个单纯善良的贤妃 自母亲撞死后就已经不存在了 从今以后 他要有仇报仇有恩报恩 第二天一早 宫女来报家达应上吊自尽 而贤妃只是温柔地与四阿哥玩耍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四阿哥唯一的额娘了 但他忘了皇帝从未亲口说过 让他做四阿哥的额娘 果然家达应的娘家人知道家达应不在了 立刻以贤妃与四阿哥无血缘关系为由 把家达应的妹妹送进宫来照顾四阿哥 皇帝将此事告诉贤妃 贤妃气得牙痒痒 但也只能笑着求皇上 允许自己常去看望四阿哥 这是小事皇帝答应了 不过就在当晚 皇帝半夜醒来时 发现贤妃不在自己身边 他在哪呢 惊醒了四阿哥 也许是敢来世匆吗 连鞋子都未来得及穿 脚底不知道碰了什么还在流血 目睹这一切的皇帝被触动了 决定让贤妃抚养四阿哥 可皇帝怎么也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贤妃故意设计的 目的便是借母爱之名感动皇帝 而贤妃有了皇子在身边 也就不愁没有恩宠了 他想要的还会远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 于贵人都快要生产了 皇后命人将他接入长春宫 以免出意外 茗玉对此很是生气 认为皇后这是自找麻烦 殷落思虑再三 也告诉皇后不该把余贵人 接到长春宫 要知道他生产在即 只要照顾不周 就会怪罪到皇后身上 但皇后告诉殷落 自己是六宫之主 有责任和义务 对宫里的女人进行庇护 他们一辈子被关在深宫里 已经够可怜的了 如果自己还心存妒忌 那么宫中上下必定会乱了秩序 虽然自己力量微薄 但也想出一份力 温暖这些可怜的女子 殷落听着这话 立刻想起了自己的姐姐 觉得皇后和自己姐姐一样 都是心善的人 自己失去了一个姐姐 如今又有一个姐姐 自己一定会好好守护 不过计划终究有变 皇后要陪太后去唱春原理佛 只能请殷落帮忙照看长春宫 当然她会计划在余贵人生产前赶回来 但生孩子这种事哪能说得准 说生这不就生了 茗玉张罗着让下人进去伺候生产 但偏偏不让殷落进去 毕竟自己才是这长春宫的老人 与此同时高贵妃在寝宫听戏 得知余贵人要生产一室 立马赶去瞧瞧 余贵人辛苦半夜才产下一名男婴 结果还没有看到孩子 便被高贵妃给抱走了 原来余贵人淡下的男婴全身金黄 甚至眼睛都是金色的 按照宫里的规矩 这样的孩子是留不得 高贵妃立刻宣布将五阿哥活埋 一声令下太监们就开始挖坑 余贵人受不了这个打击 当场晕了过去 可高贵妃居然让人把他颇醒 还扬言杀鸡儆猴 要让大家看看跟自己作对 是什么样的下场 余贵人求天求地求贵妃都没有用 于是便直接跳进坑里 用自己身体守护着五阿哥 可这郑重高贵妃吓坏 她正好能借此机会 将余贵人母子一起埋了 殷洛想要进去阻拦 但茗玉害怕殷洛连累长春宫横加阻拦 殷洛大怒直接甩了她一巴掌 说她趁皇后不在的时候作威作福 小事自己不和她计较 但现在自己不得不管了 现在余贵人和五阿哥危在待袭 说着殷洛就冲到高贵妃面前表示 这里是长春宫 一切要等皇后来处置 并劝说长春宫众人携手保住余贵人 然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殷洛在那边给大家加油打气 争取大家团结一心保护余贵人 而茗玉却劝阻大家不要听殷洛胡说 就算是皇后娘娘回来了 也保不了余贵人 无奈之下殷洛只好拿出皇后的凤印 来阻止高贵妃 却不曾想这一幕却正好被皇帝看到 高贵妃解释自己只不过是代替皇后执行公规 但即便五阿哥是金童 也应该问过太医在座定夺 高贵妃的做法属实有些草率 不过问题是太医很快就进行了会诊 并表示从未见过如此症状 余贵人好不容易才见到希望 怎料又被打入地狱 高贵妃倒是得意的不行 催促皇帝速断速决 否则天亮后余贵人诞下金童的消息 便会传满天下 一边是皇家颜面 一边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皇帝很为难 好在这时英洛又站了出来表明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太医常年在宫内就职 见过的病例不是很多 皇帝听此觉得有点道理 传江南名医叶天氏给五阿哥看病 而叶天氏诊断五阿哥只是得了黄胆 只需开下几副药便可痊愈 英洛狠狠松了口气 且下一秒唇飞就带着一具尸体 前来面见皇上 这具尸体乃是余贵人的厨子 英洛听此突然想起 余贵人产前特爱吃这位厨子做的家乡烤饼 在了解过烤饼的制作过程后 叶天氏恍然大悟 推测五阿哥的黄胆便是 于贵人过量服用烤饼造成的 虽然如今厨子已死 但看是谁非要活埋了五阿哥 也就不难推断幕后主使是谁了 高贵妃还想解释 可纯妃却从厨师尸体上 翻出了遗书与银两 人证物证据在 高贵妃被皇上禁足在了楚秀宫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接着贤妃与纯妃结伴准备去看望五阿哥 可这时英洛却突然叫住了纯妃 她知道让五阿哥患上黄胆的不是高贵妃 而是精通要善的纯妃 面对英洛的指认 纯妃毫不避讳承认了一切病掉命 高贵妃被禁足她赢了 赢了就好怎样赢得不重要 但英洛不认同纯妃的话请自离开了 皇后回来听说此事后 狠狠地责罚了茗玉 又帮助于贵人生了位分 做了永和宫的主位 这样她就能亲自抚养五阿哥了 于平心中感激热泪盈眶 跪在地上拜了又拜 至于高贵妃这里 整日礼茶饭不思了无声气 身边的侍女之兰无奈之下 找到了高大人 但高斌并未在皇上面前帮她求请 只是请求皇上去看望贵妃 皇上答应了 而一见到贵妃高斌直接表明 你若不行了 还有你的三妹四妹都正直妙龄 时刻准备好送进宫来顶替你 高斌的这些话激怒了贵妃 再加上她本就对自己母亲去世一世 始终耿耿于怀怀恨在心 于是也直接告诉高斌 只要我在继母永远都无法取代母亲的位置 还有她的两个女儿永远别想进宫 因为此时 高贵妃重新燃起了自己的斗志 她故意安排了一处贵妃醉酒 在皇上经过的时候 成功引起皇上注意 借着这微醺的醉意 说起以前皇上最喜欢看自己演的戏 现在皇上都不来了 这情分怕是要生疏了 她还哭诉自己的母亲被水匪带走被见她 高家不准她入祖坟入祠堂 而自己的父亲又很快娶了新人 皇上听此心中怜惜高贵妃 当晚就留宿了楚秀宫 此时皇后还在长春宫门口等待皇上 没想到却落一场空 心里怅然若失 于平和五阿哥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才扳倒高贵妃 可这才没过多久 高贵妃又可以继续兴风作浪 殷洛气得半死为皇后鸣不平 又不能找皇帝算账 只能在花园里拿花草出气 却正巧被复衡遇见 殷洛认为皇上就是个好色之徒 但傅恒却告诉他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有很多不得已 五阿哥一世过于仓促就显得刻意 其实皇上早知有人嫁活 只因高贵妃行事跋扈也算给他的教训 但高贵妃的父亲开河剑霸战功累累 看在其父亲的面子也得宽容对他 听了傅恒的话 殷洛对皇上有了那么一点点改观 而自从傅恒上次表明心意之后 一直在帮殷洛调查姐姐的死因 只可惜未得到任何线索 如今就只剩下前清宫侍卫没有调查了 殷洛决定从皇上身边的亲信下手 且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皇帝突然得了戒窗瘾的全身过敏 更重要的是戒窗容易传染 皇后便下令取消了后宫嫔妃事情 而她自己则甘冒被传染的风险 执意搬到养心殿照顾皇帝 皇后本还想叫茗玉一起去 可茗玉怕被传染 将这个任务推脱给了殷洛 这可真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递枕头 殷洛开开心心就随着皇后一起 来到养心殿 但她忘了一点皇上并不待见她 殷洛按照太医的吩咐给皇上扶药 不出意外地被赶了出去 可李总管给皇上扶药 皇上又嫌弃她粗手笨脚 且皇上得的是传染病 如今寝宫里只留了少量的人服饰 换来换去的丫鬟也就有殷洛一人 皇上也只得勉强同意 皇后不明白皇上为何这么讨厌殷洛 可她怎能不讨厌呢 为殷洛三番两次地糊弄自己 她是天子怎能容她 而趁着皇后再陪皇上 殷洛偷偷找到李总管 说自己在后花园捡到了一枚玉佩 想要还回去 但根据殷洛的描述 李总管立刻猜出玉佩的主人便是复合 殷洛叹了口气再细问姐姐出事那晚 前进宫举办的宴会上是否有人独自离喜 可李总管回忆了半天后 居然确定地表示当晚没人离宫 毕竟当时皇上挨个敬酒 谁敢先离开 线索再次中断殷洛烦得不行 同时皇后不眠不休地照顾了皇上一晚上 就连想喝口水手都抖得不行 这一幕被殷洛看在眼里 于是再给皇上服药时 殷洛忍不住提了一下 然而皇帝听后非常生气 斥责殷洛阅祖带袍 殷洛气得不行也替皇后不平 哪知皇后却告诉殷洛 我是皇上的劫发妻子 我所做的一切不需要得到报答 只愿皇上平安健康就好 殷洛听此无可奈何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皇上病情却恶化 叶天是怀疑皇上发病的起因并非被传染 他偷偷告诉殷洛治疗方法 殷洛本不想以身试险 可看到皇上因病迁怒于皇后 他再也忍不住 大声斥责皇上并非明君 自从高贵妃父亲 赏赐像流水一样进楚秀宫 长春宫什么都没看见 皇后连忙阻止 但殷洛依旧不管不顾 说皇上突然宠爱高贵妃 是冲得他父亲高兵的颜面 堂堂一国之君 因为一臣之德 竟会如此讨好一个女人 和青楼姑娘讨好一个男人有什么区别 皇上被殷洛气到吐血 可下一秒叶天氏却来恭喜皇上 病就要大号码 殷洛也称自己口出狂言 全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原来叶天氏翻阅了一案 发现皇上是因为血与胃轻有关 所以请殷洛帮忙 这样病体才能抗育 但皇上依旧未全消气 殷洛只好装晕倒退下 皇上一觉醒来后 就准备惩治殷洛 发誓要亲手剥了他的皮 皇后听此立刻表示 殷洛因为照顾皇上 自己也染上了病 纵然他有千万不好 也不能立刻处置 皇上听了这话 便命叶天氏在殷洛的药里加黄连 说殷洛满肚子坏水 黄连正好泄火解毒 皇上还问叶天氏 还有什么对症的药材比较苦 叶天氏说苦生最苦 于是皇上便命叶天氏 从今日起一日三顿 患不同苦药给殷洛喝 叶天氏听此也很好奇地问李总管 皇上如此讨厌殷洛 为何不干脆毒死他 换法子折腾干什么 李总管表示天威难测 皇上说什么就做什么 少操心就好 但很快皇上就发现自己貌似又被殷洛耍了 殷洛这病来得快好的也快 如今已经痊愈并搬回长春宫 这分明是在欺瞒自己 于是要亲自去长春宫问罪 结果在去长春宫的途中 就听见几个小宫女在议论此事 说为殷洛忠勇可嘉 皇上仍得宽厚大度能忍 为了不变成不识好歹的昏君 皇上只能哑巴吃黄连 打道回府 与此同时复查皇后又开始望着 永连的长命所堵无私人 这一幕被殷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来到绣坊找张嬷嬷 要来的几里胡思 殷洛是打心底的想帮帮皇后 早日生下嫡子 可却因此截胡了书贵人的洞房 书贵人那叫一个气 瞬间记从心来 很快就到了皇上的生辰这天 书贵人送上一份琉璃佛塔作为生辰礼 这塔上的舍利子是唐朝高僧元纪后 七百余颗舍利子中最珍贵的一颗 据传是心脏所化 被后世称为佛之莲 这佛之莲太后和皇上寻找了许久 都没找到 书贵人这里足够贵重 皇上很是开心 当即就决定晚上要翻书贵人的绿头牌 不过等会还有烟花表演 还得再等会才能救起 为此皇上还让皇后来保管此物 然后再挑选两三样物品 一起送到太后宫中 皇后领命让殷洛看好这尊琉璃佛塔 结果茗玉跑来抢供 殷洛便把活都交给茗玉 自己出门看烟花了 与此同时高贵妃也主动上前陪皇上赏烟花 谁知皇上自动忽略她 转头找了皇后 漫天飞舞的烟花光彩夺目 大家都开心不已 只有贤妃眼眶湿润 她想起了儿时弟弟陪伴自己放烟花的场景 弟弟虽然不务正业 但对她这个姐姐倒是姐弟情深 珍珠也来看烟花凑热闹 茗玉赶紧呵斥她让她回去看守佛塔 可等她回去时 就发现舍丽子已经被人拿走了 茗玉立马推卸责任 倒是阴落冷静地了解事发经过 珍珠吞吞吐吐地说 回来的时候看到了书贵人 可这舍丽子本来就是书贵人进贡的 又为何趁人不被盗走 茗玉突然想到皇后曾在大殿上 当众将此任务交给自己 于是猜测书贵人是为了针对自己 才做这损人不利己的事 可她实在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书贵人 当然现在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想办法把舍丽子拿回来 茗玉提出与茗玉合作 此事攸关生死 茗玉也不敢大意 只好暂时答应与茗玉合作 接着茗玉命人通知复衡 让复衡帮忙封锁乾清宫 而茗玉则来到大殿内 将此事禀报给皇后 皇后听闻一惊 可如今也只能试试 皇后按照为茗玉的计划 向皇帝索要了最后压轴表演的机会 而茗玉表演了魔术 只见她将剪碎的枕块布钻到手里 再吹口掀气 碎布立刻就又成了完好无损的枕块 高贵妃见此讽刺这是民间的小把戏 不足以上得了台面 茗玉听后马上为大家进行下一个表演 隔空取物 只见她将一块布放在地上 右手像空中拿了一样东西扔向皇布 地上的皇布便逐渐隆起 掀她皇布底下那物 赫然就是书贵人进贡的琉璃佛塔 大家都对茗玉的魔术惊讶不已 可随后突然有人发现 佛塔里的舍粒子不见了 而这正中茗玉下怀 她表示舍粒子极其珍贵 担心运输不当会造成损害 所以单独运输 就放在书贵人身上 书贵人当场指责殷洛放肆 殷洛听词只是走到书贵人面前 从她的袖筒里轻松拿回了舍粒子 大家见此都觉得惊奇不已 可只有书贵人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了 且殷洛还趁机问书贵人要了赏赐 偷鸡不成十把米 书贵人不仅没能帮助高贵妃处理殷洛 还害自己当众丢了银子 而此时的殷洛再次把皇布剪碎抛向空中 在地面上形成了万寿无疆四个大子 以此来结束皇上的生日宴会 宴会结束后 殷洛不解地询问书贵人设计自己的原因 可书贵人却说殷洛就是条狗 自己想杀就杀 哪还需要什么理由 茗玉气不过就要上前理论 却被殷洛阻拦了下来 殷洛再次提出合作 想要报复就要夺走书贵人最想要的东西 接着殷洛和茗玉齐齐发力 拿出那套用吉里胡丝制作而成的洛神曲 怂恿着皇后患赏 期间茗玉还吩咐人到处传扬 今夜烟火绽放的时候 一道星子落到了长春宫 长春宫出现了仙女 果然穿上洛神裙的皇后燕金四方 就像美人从画里走出来似的 月光之下覆察皇后翩翩起舞 就真的如仙女下凡一般 皇上闻声而来 看到皇后的打扮后再也不愿离去 就这样好不容易得到 试请机会的书贵人 再次独守空房 当然这也加深了书贵人与长春宫之间的梁子 在得知是皇后扮成洛神 才让皇上放了自己鸽子后 书贵人再次寄从心来 这天后宫嫔妃们陪着太后游园 太后得知是书贵人帮自己找到了设例子 点名要谢她 而书贵人则趁机邀太后一桶前去赏牡丹花 可赏着赏着一声惨叫传来 高贵妃立马让宫女前去查看 英洛见状也赶紧拉着茗玉一起前去 眼见到案发现场 可宫女却拦着她们不让过去 茗玉见状赶紧拦着宫女 英洛抢先一步先去看看情况 坠楼的宫女已经没了气息 好家伙原来在这等着了 英洛立刻明白是有人想拉皇后下水 于是赶紧跑去摘来了江果叶和凤仙花叶子 挤出枝抹到宫女脸上 而后高贵妃的宫女亮亮呛呛地赶到 就只见英洛未失去的宫女盖上了手帕 太后一行人也纹身赶到 这正是书贵人想见到的 面对太后的询问 宫女称最近宫中流行扮装 人员都想学古典美人的模样嬉戏 只是没想到在嬉戏时会出现人命 果然太后问起了装扮 然而就在宫女刚想栽赃给皇后时 英洛却说宫女是在扮演杨贵妃 无意坠落才会失去生命 至于为何扮杨贵妃 那自然是想效仿高贵妃 毕竟高贵妃的寝宫里每日胡情不断 大戏一出接着一出 竟然是长生殿 名是霸王别姬 特别是高贵妃的贵妃最久唱的是出神入化 高贵妃赶紧否认 见风向不对 书贵人也忙不迭地为高贵妃辩解 可此时英洛却揭开了死去宫女脸上的手帕 脸谱便说明了一切 这下高贵妃的锅是甩都甩不掉 好好的一场游园 最后却惹得大家不欢而散 对于高贵妃不把下人的性命当作一回事的行为 皇后深感抵触 但更让她失望的是 连自己身边的宫女也只庆幸又逃过一劫 难道在这紫禁城待久了 真的会丧失人心吗 而后太后回去 便下令拆了高贵妃的戏台子 就连高贵妃心爱的戏服也一并销毁 这一出祸水冬移 直接让高贵妃失去了最爱的东西 这下好了 书贵人不仅得罪了皇后 就连贵妃也得罪了 权衡两端她决定下跪求得高贵妃的原谅 而皇后回宫后一直闷闷不乐 英洛拿来一盏蜡烛放在凳子上 再点燃三根香 当着皇后的面拜起了仙女 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请求仙女指点迷惊 本宫又不是嫦娥 你学什么颠当 英洛想不到皇后竟然是在自责 她认为自己既然是后宫之手 就不能失了体统 如若不是自己扮落神 后宫便不会效仿 今日那宫女也就不会失去生命 其实在皇后的内心深处 有一对想要翱翔的翅膀 但她是皇后 这种想法也只能在梦中放飞 另一边书贵人跪了一夜 终于见到了高贵妃 不过经此一夜她也想明白了 既然咱们斗不过英洛 为何不把她收到麾侠 书贵人让人将张嬷嬷绑到贵妃宫中 书贵人不仅说出了阿满的事 还拿张嬷嬷的侄子来要挟张嬷嬷 很快知然便以阿满的死亡真相 让英洛去高贵妃那一趟 英洛去了于是便看了一出戏 小太监表示曾亲眼看到傅衡侮辱了阿满 可英洛听了却笑了起来 这要是在几个月前 她可能还真的会信这话 可如今只凭着小太监的一面之词 若是信了未免也太不理智了 但她没想到的是 小太监居然拿出了傅衡的朝代 是爱玉佩可以丢 可这朝代乃是侍卫的随身之物 怎能随意丢弃 人证物证俱在 自己还能够相信傅衡吗 书贵人见状 继续在一边煽风点火 嘲笑英洛认贼为主 一番说辞隐的英洛思绪纷乱 高贵妃见英洛产生了动摇 趁机拉拢英洛弃暗投名 缩使英洛给皇后姐弟俩下毒 以此来为姐姐报仇 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英洛 收下了高贵妃给的毒药 而后在傅衡来看皇后时 英洛来到茶水间偷偷换了茶水 结果刚出门便遇到了纯妃 得知傅衡也在 纯妃表示晚点再来拜访皇后 然而就在英洛路过纯妃身边时 却闻到了残留着的高贵妃的脂粉味 屋内英洛正笑嘻嘻地给傅衡上茶水 皇后劝说傅衡不要经常来长春宫 可此次过来 傅衡是替母亲给皇后送平安符的 皇后打去她 我看不只是为我吧 还是为你 求一个姻缘 傅衡当即表示姻缘天注定 或许老天爷早就把有缘人 送到自己身边来了 说罢就要饮茶 可此时纯妃突然进来 及时阻止了傅衡 当众责问英洛身上 为何会有高贵妃的香气 纯妃怀疑英洛与高贵妃有勾结 面对指控英洛却一言不发 紧接着纯妃拿出自己在英洛房里 搜到的装有毒药的药包 里面已经空了 纯妃推断傅衡刚才要是喝了茶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傅衡想听英洛亲口解释此事 而英洛仍是一言不发 随后直接拿起皇后的茶水一饮而尽 英洛告诉大家 自己确实去了高贵妃的住处 被要求毒害皇后姐弟俩替姐姐报仇 但英洛不是瞎子 她懂得明辨是非 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 英洛确信皇后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她并没有下毒 留着药包也不过是为了提醒自己 不能忘记复仇之事 另外朝代的出现 让英洛觉得傅衡一定知道什么 果然傅衡知道其中一些隐情 但她就是不愿意告诉英洛 还说是为了保护英洛 英洛听了很好奇 以傅衡今日的权势地位 连一亲王都不怕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人 能让傅衡不顾名誉也要替她隐瞒 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要追查到底 乾隆皇帝有这么一个兄弟 人还未死就给自己打了副棺材 还让妻妾家丁为自己哭灵 而她自己却坐在棺材上 一边听人嚎啕大哭 一边哈哈大笑 宗亲们都认为她疯了 可她却称自己是提前享受深厚的尊容 她叫爱心觉罗红皱 皇上对这个兄弟就跟对亲儿子一般大度 这部红皱刚喝了口茶水 就假装茶水有毒 故意晕倒在地 宗亲们见红皱中毒了 一个劲地开始催吐 结果下一秒红皱却完好无损地坐了起来 对于红皱细耍奇葩的行为 宗亲们都异常愤怒 可皇上却沉默不已 大家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而英洛亲眼见证了这一幕 于是接着便故意装神弄鬼 有鬼在那边 红皱听了哈哈大笑 这都是自己用烂了的招 可是看大家的样子也不像是骗人 于是红皱转身一筹 城墙上果然应有人的痕迹 红皱见此立刻想起了自己曾非礼宫女的事情 神情瞬间惊恐异常 巡逻的傅衡察觉出她的不对劲 赶紧找到英洛 提醒她不要打红皱的主意 要知道皇上最疼爱红皱 英洛这样做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可英洛却故意装傻 说她什么都不知道 傅衡听此明白英洛不会就此作罢 于是干脆主动找到红皱 将宫女阿满是英洛姐姐一事 以及英洛进宫的目的告诉了她 希望红皱能主动解决这件事 红皱得知来龙去脉 当即提出那英灵为妾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人怀疑英灵的操守了 至于其他的 就到此为止吧 英洛听了这话简直无语至极 不想再与红皱掰扯下去 可刚想离开卫妇却走了进来 原来红皱私下找到卫妇 给她升了官 为了自己的虔诚 卫妇也劝说英洛不要闹了 如今该怎么办 英洛实在不支持好询问皇后 但皇后却说不能替英洛做决定 而英洛想来想去 最后为了姐姐拳下能得到安妮 决定答应红皱的和解 但红皱明显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 甚至还得意洋洋地说 只要啃出银子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可这句话却刺激到了英洛 瞬间改变主意暗下决心 一定要给红皱一个教训 刚好这天郭太妃去世 皇后吩咐而请给郭太妃送电影 英洛得知后却把这活抢了过来 而后她故意出现在红皱面前 红皱理所应当的怀疑 英洛是在宫里祭拜姐姐 但宫中早有规定不能祭祀 她便以此为要求 让英洛现身不然就揭发此事 这可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英洛假装答应了红皱的请求 但又表明在这之前 她想跟姐姐说下此事 红皱答应了 紧接着英洛便假装祭祀 实则暗中点燃曼陀罗 拿着蜡烛做就要砸上去 红皱这才知道上当了 但已经晚了 不过可能是集中生智 她还是凭着强烈的求生欲逃了出去 然后大喊大叫引来侍卫 英洛见此自知时机已失 干脆抢先解开扣子 装出一副红皱要非礼自己的样子 一个是衣衫不整 另一个虽是王爷 但却身穿太监服 而此时已经过了出宫门的时间 按照规定到了晚上 除了皇帝和侍卫 紫禁城里是不允许有男人的 因此皇上大怒 下令将二人抓了起来 皇后得知此事 立马前来为英洛求情 可皇后其实知道 这一切都是英洛故意设计的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在皇上面前信誓旦旦的保证 英洛没错 见皇后是铁了心的要保英洛 皇上只好放她走 可就在这是红皱额娘玉太妃来了 得知儿子做得糊涂事后 她上手就是一顿毒打 打完又亲自跪求皇帝 看在两人是亲兄弟的份上 饶她一命 话都说到这份上 皇帝也只能给玉太妃一个面子 而后拂袖离去 不相干的人全部离去 皇后立刻变脸 指责英洛做事不知轻重 并警告她不准再对红皱出手 英洛答应下来 奴才谨遵一指 但红皱却不准备就此作罢 我病好了 一定杀了你个贱人 见红皱仍不知悔改 傅恒一把抓住她的脖子质问道 要不是你伤人在先 英洛会对你下手吗 到底谁才是贱人 以后不准再骚扰英洛 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红皱点头 可她真的会就此罢休吗 这天英洛来找叶天使 却发现叶天使被人绑了 而她也遭遇袭击 临死之际英洛突然想到 姐姐应该也就是这样被人谋害的 凭着强烈的求生欲 她还是逃了出去 可是这次来的杀手不止一位 好在傅恒及时赶到 英洛怀疑是红皱要对自己下手 可傅恒却说 红皱此刻昏迷不醒 无法杀人 英洛听此又怀疑是皇上要杀自己 毕竟皇上十分庇护红皱这个弟弟 但傅恒又说 今天的这次谋害 恰好证明皇帝并非凶手 因为如若是皇帝想杀人 大可以吩咐一句 不必闹这么大的阵仗 如此一来 那么凶手就只剩一人了 于是画面一转 内务府给玉太妃送去冰块取热 可侍女打开箱子 没想到里面竟有一只断手 玉太妃也不准瞬间明白这是谁的手柄 当即就将英洛请到了自己寝宫 然后质问她那只断手是个什么意思 英洛讽刺的表明 人员都知道玉太妃幸福 夏日连花园都不去 生怕踩死一只蚂蚁 可谁又知道这慈悲的面容之下 藏着豺狼的心 不光杀死了自己的姐姐 还想杀自己泄粉 事已至此 玉太妃也不再隐瞒 爽快承认了一切 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 是英灵勾引红皱 毕竟想爬上枝头做凤凰的女人多的是 还能怪梧桐树膏吗 玉太妃还警告英洛 你的父亲正在宫内认知 只要自己一句话 他就要横着初子进城 以后不要再犯到他手里 否则不光是英洛 整个卫士家族都得陪葬 英洛听此心情复杂地离开了 回到长春宫 发现大家正在玩蹊跷的游戏 碗里放了水 传说只要能将银针放在碗中 并浮在水面上 就会获得一双巧手 这本是一场游戏 但此刻英洛的脑海中 总是浮现玉太妃要挟自己的话 他在想难道没权没事 就活该受屈辱吗 他不服 英针一次次掉入碗底 但英洛却不认输 他不停地练习 从白天玩到太阳落山 仿佛只要乞巧成功了 他就能战胜玉太妃 皇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知道英洛遇到了大问题 于是开导道 世人就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要学会耐心地等待 等到内心足够强大 等到有一天天时地利人和 说着皇后拿起英针 仅一次迎针便浮在了水面上 英洛受叫颇深 决定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一天 幸运的是 这一天并没有让英洛等很久 青天监测出最近有巨雷 英洛瞬间有了主意 可就在这时 傅恒再次找到英洛表明心意 英洛想了想自己 接下来要做的事 干脆表明他俩不是一类人 永远不会走在一起 傅恒没想到英洛竟然如此无情 心中怅然若失 天上电闪雷鸣 英洛的心里五雷轰顶 但他强忍心疼来到玉太妃宫里 大声指责玉太妃的罪责 和亲王在正月初时私闯宫围 变巫绣房宫女阿满 玉太妃为了替儿子掩盖罪行 不惜杀害无辜受害者 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 要知道玉太妃平时连婚姓都吃不得 怎会杀人 但若不是真的 英洛又怎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来胡闹 而玉太妃强装镇定 称自己幸福 一生没有害过一人 指责英洛说的话荒唐至极 英洛听此好心提醒玉太妃 说谎是会遭天谴的 然而活了大半辈子的玉太妃 又怎么会被英洛吓到 自称养不负于天 辅不作于地 对满天神佛发誓 此生行善事做好人 没有害过一条命 若有半句不时愿意遭天罚 英洛终于等到了玉太妃说出这句话 他大声恳求雷公替自己做主 然后一道惊雷而下 玉太妃当场被雷劈死 英洛的大仇终于得报 紫禁城也传遍玉太妃被雷劈的事 皇后召见英洛 问他到底咋回事 英洛也全部如实述说 雷劈是假人或是真 皇后听此大怒 表示这长春宫虽大 但已经容不下胆大包天的魏英洛 于是发配他去新者库 但此举看似是为了惩罚魏英洛 实则是为了保护他 果然皇上听闻此事后 立刻派人到长春宫捉拿英洛 但人已经去了新者库 皇上不明白为何皇后一直袒护英洛 皇后告诉他 因为英洛是自己的希望 自己一直想活得像他那样 皇上听此很是震惊 皇后乃一国之母 竟会羡慕一个无知的宫女 皇后听此只是问皇上是否记得 当初两人大婚后 去拜见孝敬县皇后的情景 那时候六宫的大权 全在他一人手上 在行跪拜礼时任 皇后送给他一支发簪 为表示感谢 他连忙回应 表示自己也给额娘准备了一份礼 可皇后听后脸色却淡了下来 先是下令让弘历离开 随后立马让他跪下 并罚他回去抄女则一百遍 皇帝听了不解皇后究竟犯了什么错 因为臣妾比皇上多说了一句话 身为人妻应该少言甚言 孝敬县皇后 墨守成规恪守女德 又怎么能允许宝亲王的福尽 比宝亲王更能言善道 更自由散漫 如果自己一步踏错 整个大清都会指摘自己 皇上不这么认为 在他眼中皇后就是最好 但皇后却说自己已经不是最好的自己 因此他想保护阴落 就像保护从前的自己一样 皇后跪下求皇上饶过阴落 恳求皇上就让自己任性一回 皇帝也陷入了茫然 他突然感觉自己 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过皇后 不过最后皇帝 还是决定再放过为阴落一次 与此同时 傅恒知道阴落受委屈之后 立刻拉着阴落去找皇帝赐婚 被阴落当场拒绝 因为皇上早就告诫过他 要是再蓄意接近傅恒 便杀了自己泄愤 更何况在阴落的心中 傅恒的前途不可限量 他有理想有报复 可上战场建功立业 还可为国为家名留千 怎能为了一个女人去触怒皇上 傅恒听后非常难过 阴落对自己的保护就是一种伤害 况且当初是阴落主动接近自己 现在自己上钩了 而阴落却说撒手就撒手 那自己对阴落的一往情深 他又该如何还 你不是要我还你人情吗 我现在还给你 傅恒怎么也想不到 阴落居然打算用自己的身子来还他 还真的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想到这傅恒转过了身 谁知阴落却怂了 不过傅恒也只是为他穿好衣服 他要阴落因为欠自己而良心不安 等二人结婚以后再慢慢向他讨债 阴落虽然受惊 但心里却十分踏实 锦绣嘲笑阴落 别人都是越混越高 阴落却是越混越回去了 当然面对锦绣的正面挑衅 阴落一点都没有惯着他 直接顶了回去 锦绣健壮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且别看锦绣平日里一指气势 可他居然看上了孕愤小哥袁春旺 只是无论他怎么搭衫 袁春旺都不理会他 阴落健壮不禁感到好奇 因为他自来到心者哭 就没见过袁春旺开口讲话 阴落猜测他可能是个哑巴 如今锦绣带头冷落自己 为了不让自己发疯 阴落也只能跟这个哑巴说话解慢 看袁春旺从来不去食堂吃饭 还特意给他留了馒头 但袁春旺始终对阴落不理不睬 甚至也不接受阴落给他留的馒头 阴落不知道原因 直到这天 阴落发现心者哭的管事公公看上了袁春旺 这才知道原因 也才发现原来袁春旺不是个哑巴 好在阴落及时赶到 一棒子打晕了管事 袁春旺也才逃过一劫 阴落拉着他就跑 可袁春旺却说管事醒后不会放过二人 于是二人拿了管事的令牌 再将管事藏进了粪桶 这样明月清晨粪车出城 没了令牌的管事就回不来 且就算回来了 也是司逃出宫死罪一条 麻烦总算解决阴落坐在一旁叹息 悲哀真是悲哀 不说是如花似玉吧 怎么也是像矛断正吧 怎么这个张管事瞧不上我 反而瞧上你了 经过此事袁春旺一反常态 主动找阴落聊天 阴落问他为何这么高了 可他却说没人会真正的看上一个孕分小哥 阴春旺还提醒阴落 说他跟复衡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不合适 他还殷勤地帮阴落干活 向阴落表明爱慕之意 可阴落觉得他们二人都是冷靴动物 实在不适合做恋人 被拒绝的阴春旺虽然很失望 但他也觉得阴落说得很有道理 索性就提出与阴落结盟 结为异性兄妹 阴落文言一口就答应 在新者库他总算有了朋友了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这天阴落无意间看见孩子哭泣 经了解太后的寿臣就要到了 高贵妃的哥哥高横 特意将他们留在宫里表演万子千红 而这所谓的万子千红 就是将融化的铁水泼洒在墙上 犹如千万朵鲜花盛开美丽至极 可表演需要一定的体力 怎么能让孩童矮 阴落为他们奋不平 却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毕竟高贵妃人高权贵 自己现在没有能力与之对抗 但是这天高贵妃却将独手伸向了皇后 阴落再也忍受不了 决定让高贵妃付出代价 很快太后举办崇阳宴 皇后趁此机会 建议由纯妃和贤妃二人合力来掌管内宫 从而卸下自己的担子安心养胎 可皇后此举显然没把高贵妃放在眼里 高贵妃心中很是不满 不过她并未当场发作 毕竟今日她本就另有所图 席上太后特意命人给皇后准备火锅 但火锅食材中却有露血 露血太心导致皇后难以下咽 纯妃也称这露血乃是活血之物 皇后怀孕用不得 太后就命人撤下 结果宫女刚端走露血 就一个不小心将其打翻 空气中瞬间充满了露血的欣慰 贤妃提醒众人 貌似有什么声音 下一秒一大批蝙蝠蜂拥而上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 甚至有宫女被蝙蝠攻击后 无慎撞上石柱惨死 混乱之中名誉被人推倒在地 贵妃也逮着机会 一把将皇后推下楼 为了撇清嫌疑 还故意撞上柱子弄断自己的手臂 然后大叫着皇后坠楼 喊人来施救 事后皇后一直昏迷不醒 肚子里的孩子也出了意外 皇上连夜守着皇后 众人劝阻也没有用 茗玉的内心也非常自责 哭着去找殷落 告诉她事情原委 殷落只问了是谁第一个发现皇后坠下楼 得知是高贵妃后 她瞬间明白此事并不简单 于是下定决心为皇后报仇 接着殷落和茗玉向着长春宫而去 准备看望皇后 但走着走着殷落却突然停下脚步 说不去了 并表示自己已经不是长春宫的人了 长春宫发生的事都跟自己无关 茗玉等人听此斥责殷落无情 但殷落却毫不在意 静止就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贤妃也靠着自己的临危不惧 救下太后深得太后喜爱 如今皇后现在昏迷不醒 太后甚至有意将管理后宫的权利交给贤妃 贤妃还提出建议于帝安门外开设周棚 不仅可以镇际灾民 还可以为皇后祈福 贵妃照旧刁难 但一来二去贤妃还是说动了太后 且太后还觉得贤妃想得周到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她会全力支持 高贵妃那叫一个气啊 好不容易才将皇后这个眼中钉铲除 谁料又跑出个贤妃 书贵人建议贵妃先下手为强 两人计划在施州镇灾的时候搞点事情 只是他们的计划还没开始 贵妃就先遭遇无望之灾了 前去验收万子千红的绝技 这毕竟是太后寿宴上要表演的节目 得重中之重 而所谓的万子千红就是打铁花 铁花绽放天地 如万千星辰坠落毫不壮观 皇上称赞贵妃心思蹊跷 若万子千红真能在太后寿臣之日表演 一定震惊世人 高贵妃表示自己还要搭建舞台 并且走到了表演的地方 下一秒漫天火花突然朝她飞来 众人煞事间惊慌失措 高贵妃被铁水溅满了整个后背 贤妃也因为保护皇帝被烫伤了 我不要留吧 皇上我不能留吧 贵妃后背伤得严重 但因为不想留下疤痕 所以不让叶天使上药 皇上当机立断 命之兰抓住贵妃强行上药 可这时叶天使这才发现 现在贵妃背后的不是铁水 而是金枝 所谓金枝就是粪水 混有粪水的烫伤就像生化武器一样 让伤口反复感染疾难痊愈 贵妃的伤势会因此越来越严重 叶天使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如今贵妃急火攻心 伤口急剧恶化 多则一月少则十日 就会全身窗裂而亡 这时贤妃亲自来探望贵妃 并把所有下人都支走了 如今贵妃已然命不久矣 贤妃也不必在她面前装模作样 告诉贵妃 她这鲜红一片的后背就算真的痊愈 将来也会留下一大片疤痕 以后想要再夺得圣宠那是不可能了 更何况 你可知道 那可是热辣辣的铁水啊 贵妃还想出手打贤妃 却被贤妃一把拉下床抓在镜子前 让她看看自己如今的模样 贵妃的嚣张跋扈 让她在宫中树敌众多 有人想要毁了她的肌肤教训一下她 而贤妃只不过推波助澜 在铁水里又加了些粪水 贵妃听后扬言要杀了贤妃 可她早已经失去了抗衡的力气 至于贤妃之所以下此狠手 便是为了替家人报仇 当年贵妃害得她家破人亡 如今便娶她性命补偿自己 贵妃听此也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 贤妃舍命护了皇上 即使自己告发她 皇上不仅不会信自己 还会惹得一身厌恶 彻底清醒了她 让芝兰帮她沐浴更衣 并请了皇上过来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想要为皇上跳最后一支舞 看见贵妃背后的衣服不断渗血 皇上心疼地抱着她让她停下 贵妃也才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皇上对她的宠爱总是那么疏离 那么防备 如果自己不装的愚钝鞋 皇上就更厌恶自己了 她也知道自己在高家眼中 就是宫中的妻子 在皇上眼中就是高家献媚的宫军 时间久了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如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高贵妃希望皇帝答应自己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下旨让母亲入葬组分 这是高贵妃一直期盼的事情 也是她不惜一切想要当上皇后的原因 皇帝答应了 而后高大人知道高贵妃病重 想要见见她 可是高贵妃却并不愿意 她换上了心爱的华服 唱着自己最爱的曲子 带着未完成的心愿 用三尺白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皇帝得知高贵妃自尽 内疚伤心之余 只能通过加封来补偿她 而贤妃也因为舍命护皇上 被封为了贤贵妃 大仇得报外加身未分 贤妃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可是后宫之中的争权夺势 渊渊相报何时才是个头 另一边殷落半夜偷偷潜入长春宫 却被傅恒捉了个阵阵 请客见殷落明白了一切 在白天干活时 她听到的皇后病危的消息 是傅恒故意放给她的 就是想让她自投罗网 因为傅恒已经查到高贵妃之死 殷落也掺和了一脚 明白殷落是想为皇后报仇 毕竟她只是个小人物 担心事情败露会连累皇后 所以才故意与长春宫众人疏远 傅恒查出真相很是心疼她 因此才设下计谋并告诉她 每夜子时名誉值班时长春宫没人 意思就是可以随意进出 而殷落表面嘴硬 但每晚子时都会偷偷过来看望皇后 谁知这天皇帝突然驾到 殷落来不及离开只能暂时躲起来 只是终究被皇上发现 见皇上想知自己的罪 殷落赶紧表明 罗塞小皇后娘娘 皇帝听此冷笑一声 可还没等她说啥 殷落便继续开口提醒皇上 刚刚皇后的手动了一下 皇帝听了连忙查看 等她反应过来时 殷落早已不知所踪 堂堂九五至尊 再次被这个小黄毛丫头耍了 皇上气得不行 几天后皇上再次来看皇后 茗玉见到她的那一瞬间 立刻表明自己再也不敢让殷落进来了 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皇帝让她说实话 茗玉颤颤巍巍巍地回答在后院 殷落放心不下皇后 亲自找叶天是要了药房来为皇后服下 不知为何皇帝这次不仅没有发火 还居然承认了殷落对皇后的忠心 皇帝知道殷落一直怪自己对皇后不够关心 但她毕竟是一国之君 哪有那么多精力对后宫的女人逐一付出真心 言下之意 皇帝是指责后宫女子目光短浅不懂体谅 说着说着 皇帝也觉得自己可笑 居然跟一个宫女吐露心事 转身刚想离开 可殷落却被送出她写的诗句 殷落告诉皇帝 皇后教完自己四书五经后 便教皇帝写的诗句 她一点都不想学 可皇后非教不可 还说自皇帝继位以来宽大为争霸开坎 庭内捐重农桑昭雪冤雨救命水火 皇后告诉殷落皇帝是好帝王 最后的最后殷落还总结道 我知道皇帝有很多是很忙 可只要一件一件去做 即使结果不是那么的如意 但只归无愧于心无愧于天 百姓也一定会记得她的好 皇帝听了甚感安慰 殷落见此还婉转劝说皇帝 以后可以多与皇后说心事 她总是这样三句话不离皇后 皇帝也被他们的主仆情所感动 还没白疼 总之这番交谈 让皇上彻底对殷落改观 还告诉皇后只要你能醒来 自己不仅让殷落回到长春宫 也可以对她的乐举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耳晴在一旁听着 内心很不适滋味 于是故意指引皇帝来到后院 看到殷落与复衡举止亲密的行为 皇帝内心的醋坛子都打翻了 当场拂袖而去 而这正是耳晴想看到的 茗玉看出耳晴的诡计 毕竟每天这个时候都是自己值班 她想将此事告诉殷落 奈何耳晴苦苦哀求 茗玉只好答应为耳晴隐瞒 就这样赦免殷落的事被搁置了下来 不过很快殷落的另一桩麻烦就来了 贤贵妃正在给皇上看似阿哥写了书法 见儿子小小年纪日进千里 皇上也忍不住地夸赞 可突然侍女来报 新者库宫女殷落施行压胜之术 得知此事与殷落有关 皇帝决定亲自审问 刘嬷嬷称自己收到密报 说新者库有人暗中咒杀贵妃 自己本来不信 后来命人搜查 在殷落居住的库房里发现了一封木偶 木偶上面写着贵妃的生辰八字 脖子上还拴着麻绳 很显然是在咒杀贵妃 而殷落咒杀贵妃的理由就是 之前曾因送牛奶被高贵妃虐待 真是有理有据 元春王立马跑去找傅恒帮忙 只是如果傅恒为殷落求情 必定会惹怒皇帝 元春王把事情厉害告诉了傅恒 他想看看傅恒究竟会怎样选择 无奈之下傅恒跑到长春宫去找皇后 告诉他如今的状况 他们的额娘因为伤心过度 哭瞎了一只眼睛 阿玛也每天长嘘短叹无心不顾 整个长春宫所有人都郁郁寡欢 而殷落更是为了他杀人报仇 如今他身处绝境 傅恒祈求姐姐能够醒来救下殷落 可皇后听到此事还是不肯醒来 只留下了一滴眼泪 殷落本人倒是不慌不忙 他解释说这木偶是有人故意构陷自己 一是因为木偶的打劫方式 和他经手的所有绣品和绳结都不一样 二是因为夏季仓库潮湿闷热 连柴堆都是湿漉漉的 可这木偶却没有沾上半点潮气 这只能说明小人偶是最近才放进去的 可贵妃已经轰视二月有余 自己又怎会蠢到刘某到现在 每一项辩解都铿锵有力 最终刘某某无话可说 嫌贵妃对事情原委也差不多明白了 便下令拉刘某某去慎行司言行审问 至于殷落 虽然没有犯下咒杀贵妃之罪 但皇上一口咬定殷落与侍卫私通 并且自己亲眼所见 于是就把殷落一并拉入慎行司 而情见傅恒为救殷落如此的奋不顾身 便打起了坏心思 傅恒在前清宫门外跪了一整天 皇上也知道他所求何事 于是板着脸给了他一句话 可傅恒的回答也让皇上十分意外 他不想娶殷落 他想求皇上将尔情赐婚给他 很快殷落被无罪释放 然后傅恒就过来告诉他 自己要结婚了新娘是尔情 并把殷落曾经送给他的香囊还给了殷落 殷落转身将香囊扔到了水池里 也是在此刻 傅恒终于确认了殷落的心声 当皇帝要以司通之罪处置他时 他什么都没有解释 因为这是事实 虽然殷落从来没开口对傅恒表达过喜欢 可他一直坚持着两人的爱情 纵使严惩他也愿意接受 但如今傅恒却先放弃了 既然如此 那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殷落离开的决绝 哭得也是痛彻心扉 袁春望本想安慰下殷落 可看他油盐不尽的样子 气就不打一处来 对着殷落就是一通骂 骂殷落总是故作姿态 一次又一次拒绝傅恒 可心里爱他爱得要死 骂殷落总是自以为是 却在男人身上吃这么大的亏 还骂殷落与傅恒的爱 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 这一句句话全骂进了殷落的心里 气得殷落直接上手开打 袁春望却紧紧地抱住了他 提醒他永远不要为抛弃自己的人流眼泪 自己会一直守护着他 殷落内心很感激袁春望这个义凶 也问起了袁春望 为什么会来紫禁城当太监 他一路上被父亲丢了五次 母亲不忍心又五次把他捡回来 后来父母纷纷染上疾病 母亲在临终前给了他一串佛珠 让他去找他的亲生父亲 第一个发现袁春望身份的是他的八叔 八叔夺位失败 竟把他变成一个太监 那时候的袁春望年纪小不懂事 稀里糊涂地被卖到了生父身边 还整天给生父的其他儿子当马骑 他恨生父 明明亲儿子就在身边 可就是不肯相认 他恨他的师父在生死关头 为了自保毫不犹豫地把他推开 快学罪 我没罪 袁春望恨老天 为什么他的兄弟们一个个高高在上 而自己却是做最低贱的仆役 他深刻地明白 在这紫禁城里要想不为鱼肉 只能我持刀足 阴落一边听着袁春望的过去 一边在他的肩膀上沉睡过去 此刻的他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一兄竟是当今皇帝的兄弟 另一边纯飞听说傅恒的婚事 便召见了傅恒 问他为什么要去而情 傅恒只表示这是皇上的旨意 可纯飞心里很清楚 他是因为阴落 但是堂堂傅察家的公子 为了一个心者酷奴必值得吗 傅恒反应十分冷淡 称这是他的事情 不劳纯飞费心 纯飞闻言后更是心如死灰 他多年的牺牲与付出 竟换来了这样的结局吗 原来纯飞与皇后曾是归中密友 常去傅察府 第一次见到傅恒就对他一见钟情 后来自己进了宫 知道此生与傅恒已有缘无分 但为了傅恒他多年来一直找借口拒绝事情 只一心一意待在皇后身边 替皇后出谋划策 还忍着心痛替傅恒寻找天底下最好的女子与他结合 可如今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但如果傅恒真的对自己无意 为何会始终带着自己送给他的穗子 傅恒也很迷茫 他一直以为这穗子是姐姐送给他的 想到这他将穗子取下还给纯飞 然后就转身告辞了 纯飞伤心欲绝 猛地又想起了他曾写给傅恒的那封信 玉狐低下了头 原来那封信从未到过傅恒的手中 玉狐偷偷把信撕掉 理由是为了纯飞好 纯飞心痛至极 对着玉狐大骂痛骂 原来从头到尾 傅恒什么都不知道 自己这么多年的痴情都是笑话 而就在这世下人来报 贤贵妃来访 纯飞整理好妆容接见 两人寒暄了几句 贤贵妃就命人把刘嬷嬷带上来 刘嬷嬷耐不住酷刑 当众指认自己是受纯飞之事 才陷害殷落 纯飞明显慌了 但贤贵妃并没有责问 反而下令让人当场 把刘嬷嬷的舌头割了 纯飞看着眼前气定神闲的贤贵妃 像是变了的人 她心里感觉从未有过的害怕 与此同时昏迷多日的皇后 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苏醒了 而她醒后来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见傅恒 因为皇后了解殷落的个性 在傅恒点头答应赐婚的那一刻 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但皇后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 所以她求皇帝收回成命 可皇帝说什么也不同意 还扬言这一切都是为了父很好 可听到这里皇后却讽刺的笑容 这话就是明着在说 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心 拆散一对有情人 皇帝听此能不恼羞成怒吗 反过来指责皇后昏迷了太久 脑子都不大清醒了 需要好好敬仰 说着就想离去 皇后急了再次求情 而皇上的答案是不 当然皇后的话也让她心里泛起涟漪 回到乾清宫后 询问身边的太监自己对魏英洛怎么样 小太监不知道皇帝的真实心意 脱口而出皇帝有意放过魏英洛 不然就凭她一个小宫女早就死了 不知道多少回了 皇上听此暗暗思寻 难道自己真的对魏英洛动了气 不然为何几次三番留她一面 想到这皇帝觉得烦闷得不行 便决定出去走走 结果天宫不作美又下起了雨 且在走到御花园时 皇上突然想起英洛之前曾躲在这窟窟 那楚楚可怜的样子 弄得她思绪更加混乱 得更烦了 不过就在这时纯飞突然出现 对着皇上就是一番温柔小意 说什么自己入宫之后就一直活在害怕中 纵一时得到了宠爱 又能骄纵几时 所以她不敢靠近皇上 更不敢丢了自己的心 但没有皇上的日子 她也没有感受到快乐和自由 如今才明白与其整日不见天 不如向皇上讨一点恋爱 而皇帝在英洛那吃了鞭 如今遇上突然想通的纯飞 也就不再纠结为英洛 与纯飞谈情说爱去了 直到这天皇上出门时 刚好看到了正在清理煤炭的英洛 想了想询问她想不想再回到长春宫 想的话可以求自己 但英洛也是个降脾气 直接表明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脸面求皇上 皇上听此倒也出其意外地没有生气 只是告诉她 皇后醒了 果然这句话成功勾起英洛的思念 于是当场低头求皇上准自己回去 不得不说我魏姐真是该低头时就低头啊 而皇上还真就答应让她回去 当然有个条件 魏英洛多次顶撞不能不乏 皇上给了她两个选择 一是承认自己贪慕虚荣 告诉傅恒从未真心喜欢过她 二是在紫禁城的第一场大雪时 三跪九寇生生认错 直到走完十二个时辰 她会选择哪个呢 当然是第二个 奴才罪该万死 在漫天大雪中魏英洛三不一寇 一寇还要喊一句奴才罪该万死 想她从未向傅恒表达过自己的清单 如今倒是证明了她的真心 傅恒看着跪在雪里的英洛 忍不住想上前搀扶 但正如英洛所说 当初先放弃的是她 如今她又有什么身份再去帮她 而担心英洛的不止傅恒一人 皇帝望着漫天飞雪也出了神 此时李总管哀报 傅恒邪夫人前来谢恩 见识到英洛对傅恒的真心 皇帝此时也没心思见这个把自己比下去的男人 索性直接让他们去见皇后 感受到屋里的温暖 傅恒更是忍不住感叹 他一个人在大雪里一定很冷很冷 此时英洛的双手已经磨出血来 元春望打了一把伞 陪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眼看着英洛即将撑不住 元春望赶紧跑去打热水来 可他当离开英洛就已经晕倒在雪地中 皇上见此直接一把将他抱在了怀里 带回了寝宫 别的女子看到皇帝都巴不地扑上去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小宫女 皇上却拿捏不住 也许是胜利心作祟 也许是动了真心 即便皇帝知道英洛的心不在自己身上 他也要得到这个人 而醒来后的英洛立马就想回长春宫 宫女劝他就算要回去也不能这副样子回去 会把皇后吓到的 英洛一听有理 便任凭宫女帮自己换了一套衣服 可这衣服分明是嫔妃的制式 反应过来的英洛立马就想要逃 但宫女已经把门给关上了 情急之下英洛就想把门撞开 谁知却刚好撞进了皇上的怀里 这么着急都快送宝 英洛听此抱着侥幸心理解释 宫女给自己穿错了衣服 然而皇帝却告诉他没穿错 正就是看上了你 后宫的女子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的 他早已经看你了 因此遇到英洛这个刺头也蛮有意思的 英洛听后赶紧解释 强扭得刮不甜 但他越是表达不愿意 皇帝就越想得到他 英洛见状只好摊牌 表示之前所说都是违心之言 只是后宫美女众多 英洛自知比美比不过 于是走了一条捷径 没想到您果然上钩了 而既然您看上了自己 那就封我为贵人吧 此话一出皇上顿时对英洛没了兴趣 告诉他从今以后只会是长春宫的普通宫女 英洛满心欢喜地回到长春宫 可皇后说什么也不愿再见到英洛 还是名誉自作主张开了门 原来皇后觉得自己瘫痪了 而大清不会允许一个废人当皇后 如此一来 长春宫也不会如往日那般蓬蔽生辉 他担心英洛跟自己会受委屈 可对英洛来说 看重的从来不是皇后这个头衔 从前母亲生她而亡 未复便认定她客母 一出生便把英洛丢下活 是姐姐把她救了下来并抚养长大 如今姐姐已经不在了 而她又好不容易在皇后这感受到姐姐的情怀 所以即便皇后一辈子瘫痪 英洛也愿意一辈子陪伴着她 皇后听此被英洛的真情所打动 准许她留下来 在这时刻充满勾心斗角的后宫中 能有一份真情在实属难得 接下来的日子里皇后在英洛的鼓励下 终于可以行走如常 复衡听闻特来看望 时过境迁 此时的英洛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还是那般客进职守 只是对傅恒的感情似乎真的放下了 而皇后则看出傅恒内心依旧爱着英洛 但目已成舟 既然已经娶了二情 就该跟她好好的过日子 面对姐姐的告诫 傅恒谨记在心 知道自己最近总忙于政务而忽略了二情 回家的时候还特意买了一支发簪准备送给她 可结果才刚到家 就看到丫鬟清廉被打的就只剩一口气 二情 在干什么 面对傅恒的质问 二情一脸埋怨 自大婚后傅恒便天天留宿书斋 原来是屋里藏了美娇鸟 傅恒赶紧解释二情误会了 可二情说什么也不愿相信 傅恒只好等他冷静后再谈 但二情依旧不依不饶 看到傅恒手里的发簪 甚至还以为捉到了傅恒送给清廉的证据 然而当他得知簪子是傅恒特意为自己准备的 又后悔万分 忙不迭地来求傅恒原谅 此刻傅恒问出了所有女人都爱问的那句 你拿错了 二情听此立刻解释 说是傅恒冷落自己他才那么偏激 还说傅恒如果真的喜欢清廉 可以把他收归房中 但他又怕傅恒真的那样做 连忙解释清廉出身低微 上不了台面 傅恒听了失望至极 书斋一直有专门的小厮负责打扫 那天是小厮病了 清廉才临时被安排打扫书斋 只是恰好遇上了二情 而二情不问青红皂白 用烧红的铁片将清廉打得遍体鳞伤 还拔掉他全部的手指甲 傅恒希望耳晴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但在耳晴眼里 傅恒就是一心念着魏英诺 所以才处处看自己不顺眼 面对耳晴的咄咄逼人 再加上清廉那双鲜血淋漓的手 傅恒心里对耳晴仅存的愧疚也一扫而哭 甚至直接表示耳晴永远比不上英诺 耳晴的凶狠恶毒让自己感到恶心 说吧扬长而去 耳晴心里极度万分 发誓一定要报复傅恒与魏英诺二人 而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纯妃自从受宠后 很快便生下了六阿哥 耳晴又知道皇后一心想为皇帝身为皇子 于是故意把给自己准备的生子药方 赠给了皇后 加上她在皇后身边多年 深知皇后的脾性 句句言语都落在人的心坎上 皇后经不住劝说 答应此事隐瞒英诺 没多久皇后身体不适 经检查她又有了身孕 众人皆大欢喜 但只有英诺大惊失色 因为夜天是在给皇后开的条理药方中 有避孕的效果 如今皇后有孕只能说明她早已停药 可此时有孕会影响皇后的身体 英诺不明白名誉为何要瞒着自己 与其发生争执 耳晴看着这一幕愤外满意 而皇上知道这件事后也很满意 毕竟皇后的孩子才是嫡子 但满意中她又感受到了一丝难过 因为今天是二阿哥永莲的忌日 永莲天资聪慧 是皇上看重的太子人选 可惜又年夭折 皇上心里很难过喝了很多酒 醉醺醺醺的来到皇后长春宫 十分疼惜地摸着皇后的肚子 喃喃自语说永莲要回来了 皇后被勾起了回忆 难免黯然神伤 但皇帝心里一直都没忘记俩人的儿子 想到这皇后多少有点安慰 可看到这一幕的耳晴 却又打算搞事情了 她买通了给皇帝送酒的琥珀 自己乔装打扮成公民 混进了皇帝的房间 第二天 耳晴全身凌乱地走了出来 一旁的李公公则看傻眼了 皇上也大发雷霆 而茗玉看到琥珀手里拿着女子的肚冻 猜测昨晚皇帝宠信了宫女 但让她奇怪的是 按道理宫女遇到这是第二天都会讨风 而这怎么却毫无消息 正在茗玉百思不得其解释 耳晴突然走了上来 她是来向茗玉告别的 毕竟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怯效了 所以没必要继续留在这了 茗玉经这一打岔 倒也忘了先前的疑惑 很快就来到了皇后生产之日 皇后难产疼得满身是汗 想要握住殷落的手 可殷落却害怕地逃出殿外 躲在角落里一个人偷偷哭泣 从前茗落受欺负受责罚都不会落泪 现在却哭了 她是真的害怕了 她失去了娘失去了姐姐 如今她害怕又一个至亲即将要离开了 还好复衡发现了她 上前捂住茗落的耳朵 告诉她这样就听不见了 悲剧不会再度上演 茗落情绪才逐渐好转 好在最后皇后也平安生产 皇帝看到刚出生的皇子兴奋不已 还亲自给七阿哥取名永从 从事宗室庙堂之器的意思 大家都能看出来 皇帝有意让七阿哥继承大董 别人都在为七阿哥的出生而感到高兴 只有殷落一个人哭 一个人围在皇后身边 到现在她还觉得皇后不该在身体还未彻底康复 便怀上皇子 如果再来一次 她一定会阻止皇后 不过好在都是虚惊一场 而后贤贵妃特意来看纯妃 表示永从出生那日 天降甘露解了甘肃大汗 如今就连太后也说七阿哥是天选之子 且大清历代从未有正宫嫡子继承了县力 皇上就因为这样才将其视为心愿 也得了天下人心 贤贵妃表面赞扬七阿哥 实则暗中挑拨纯妃 果然贤贵妃走后 纯妃就大发脾气 还吓坏了永龙 纯妃心疼地抱着永龙 许诺要将世上最好的一切都给她 皇后平安生产之后 尔秦也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 傅恒顿时觉得头顶绿的发光 她逼问尔秦孩子是谁的 尔秦则嘲笑她作为一个男人 连自己妻子怀孕都不知道是何人所为 傅恒也不想再听她废话 直接扔给了她一把剑要她自杀 毕竟傅查家百年的清育 不能毁在尔秦这里 可让尔秦自杀 那是不可能的 尔秦大声告诉她 这个孩子是皇上的 她为了寻找良机可是费了好大的劲 她就想看到傅恒恨她又不能杀她的无奈 讨厌这个孩子 却要养这个孩子一辈子的绝望 看见自己的妻子如此丧心病狂 傅恒就下令将尔秦自此软禁在屋子里 马上就要到除夕夜 长春宫里张灯结彩 可就在这时 为父托人来报 父亲骑马食不胜栓伤 希望殷落可以回家探望 殷落赌气不想搭理 但皇后苦心归劝 百善孝为先 心中有多少怨就有多少苦 心中有多少恩就有多少福 皇后希望殷落可以放下过去 重塑妇女情义 还将自己的手足送给了殷落 保佑她父亲平安 殷落这才答应离宫探望 然而就在殷落出宫当晚 长春宫便起了大火 等到众人发现时 七阿哥永从早已被大火吞噬 只有皇后不顾生命危险 冲进火场抱起孩子 好在侍卫队及时赶到 救出了皇后母子二人 但此时的七阿哥 早已被农烟锁枪身亡 可长春宫为什么突然起火 宫内救火的水井 为何偏偏待日冰冻三尺 永从的意外疑点重重 皇上命人彻查此事 可查来查局 却只能追究几个小太监独职 于是下令将事发时 值班的太监全部处以侥幸 而接连遭受丧子之痛的皇后 整个人彻底崩溃失了神志 趴在床上哄着七阿哥的尸体 皇上劝皇后要振作 不要丢了身份 更别忘了自己是谁 皇后则反问皇上自己是谁 皇上称她是自己的妻子 是母仪天下的大亲皇后 是啊自从册封那日起 皇后就将责任扛上肩头 她侍奉太后尊重皇上善待妃嫔 怕行差错 怕被天下人指责 怕被皇上咽弃 不怨不度不恨 替皇上护好妃嫔 甚至把他们的孩子 当作自己的孩子 可是自己得到了什么 皇帝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 趁机让下人将七阿哥的尸身抱走 皇后看着孩子离开 彻底陷入了绝望 她的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坏事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这种丧子之痛凭什么 总是落在自己身上 她问皇帝缘由 但皇帝也没有答案 皇后希望皇帝放过自己 不要再管自己 她用生命生下了永从 如今永从已经离开 那就让自己随着永从去吧 见皇后伤心至极只求一死 皇上便命人用绳索控制住皇后 并再次警告她 真不管你是病了 还是父 你一定要牢记 你见上的责任 我真是我的生下 你只要做 很快边关急报传来 皇帝无暇顾忌皇后了 傅恒也无暇注意耳情 于是耳情便决定偷偷进宫 替傅恒探望依二 而在耳情拜访之后 皇后突然看上去好多了 终于肯进食了 还吩咐茗玉去为自己做姜米年糕吃 茗玉没有多想便离开了 而皇后也独自走出殿外 又走向宫墙 回想起自己这一生的错误 她天性不爱居属 却偏偏嫁入皇室 此为一错 成了六宫典范却依旧留恋过去 此为二错 做了牵线木偶却贪恋儿女情长 此为三错 生下永连永从却根本无力保护 此为四错 知道宫里规矩森严不可逾越 却妄想君王友情全部置人心险恶 一而再再而三遭到背叛 一不错不不错 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她曾经答应等殷落回来 如今却还是食言了 但皇后没有遗憾 她从城墙上跳了下去 从今以后她只是复查容音 对不起 殷落 第二天一早 殷落刚回到紫禁城 就听到太监大喊皇后去世的消息 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可这一路上人人揭穿校服 皇后就那样安静地躺在棺材里 茗玉告诉殷落事情原委 并指责她为何晚了一日回来 殷落一言不发 而皇帝来送皇后最后一程 命令茗玉为皇后盛装打烂 可殷落希望皇上开恩 准皇后无牵无挂地走 但皇上不答应 说她就算死也永远是自己的皇后 殷落则认为皇帝至今为止 都不了解皇后的心思 若皇后真的在意这些身外之物 又岂会一身诉讼地离开 但皇上则认为皇后懦弱 不配为一国之母 即便皇后轰了 自己也不会原谅她 一边是皇家的体面和尊严 一边是皇后想要的自由自在 殷落冒着触犯龙颜的大罪滔滔不绝 说尽了皇后一生的委屈与无奈 那既然殷落这么懂皇后 皇帝便赐殷落自尽 为皇后殉葬 好在皇后留下的一道遗命保住了她的命 看到皇后的信里只提到殷落 无一自留给自己 皇上心中不免悲凉 下令让殷落出宫 守皇后共享 永生不得回子进城 另一边 贤妃得意地剪灭了一根蜡烛 复查皇后走后 她也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后卫 很快两年过去 太后要来圆明园过万寿庆典 后宫妃嫔也会跟来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茗玉 殷落十分高兴 这两年他们一直有通信 可就是这两天茗玉没消息了 殷落有些担心 好在殷落在圆明园见到了茗玉 但茗玉却一脸慌张 茗玉以前在长春宫服侍 皇后婚了之后就来到中翠宫服侍纯贵妃 碰巧走来的纯妃还特意交代茗玉 和殷落好好酗酒 但茗玉一脸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殷落左思又想觉得不对劲 于是又去找到茗玉 结果刚刚一触碰到茗玉 茗玉就喊疼 但就算如此茗玉依然不愿意实情相告 只提醒殷落一定要小心纯贵妃 果然当晚殷落便遭到了暗杀 好在殷落提前有所准备 让杀手扑了个空 殷落知道杀手是来杀自己的 可他却隐瞒了此事 只认杀手是来杀皇上的 管事公公一听 立马抓走了他们 更重要的是没几天后 皇帝来看望复查皇后 突然发现供桌上的糕点怪怪的 于是就问起来 殷落告诉皇上 自己昨晚梦见皇后 皇后说想念将米年糕 而圆明元的厨子不会做自己斗胆做的 所以样子看着有些怪 皇帝想到茗玉这次也有跟纯贵妃一同前来 便立刻下旨前去要人 毕竟茗玉最会做年糕了 而此时的纯贵妃得知刺杀失败 正准备修理茗玉 幸好这时李总管出现将她带走 进了厨房 茗玉才明白是殷落给她争取了一天时间 两人终于有了放心说话的机会 可殷落一碰茗玉玉玉便推开她 殷落本以为茗玉还在耍性子 可只见茗玉慢慢地挽起袖子 胳膊上有一根随眼可见的银针 茗玉剑此立刻想带茗玉去找叶天使 可茗玉担心被发现 说什么也不愿意 茗玉剑状只好割破自己的手腕 并以此为借口请来了叶天使 没想到下手之人如此狠毒 茗玉体内被刺进了多根银针 银针入体 人体行走作物 银针都会随着血液流动 那滋味痛不欲生 幸好诊治得早 否则茗玉怕是活不长了 只是叶天使拼尽全力 也仅找到八根针 其他的针可能已经进入肺腑了 茗玉心疼不已 茗玉也终于跟她说了实话 她在中翠宫待了两年 纯贵妃一直待她极好 可就在三天前 她发现属火处的管事王中 竟然是玉湖的对时太监 与宫女对时在宫中是长事 所以茗玉并没有放心上 可从那以后 纯贵妃带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 不断地往自己身体里扎银针 这也让茗玉不得不怀疑 也许七阿哥的死并不是意外 当初长春宫起火 属火处的管事王中 因为不当职才逃过一劫 可纯贵妃反应如此之大 这其中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茗玉听此瞬间决定 不惜一切也要为皇后报仇 可此时的纯贵妃如日中天 而他们两人为延青 没了复查皇后的庇佑 该如何与纯贵妃对抗 茗玉劝茗放弃 可复查皇后生前对自己那么好 自己怎么可以不为她报仇 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 是皇权地狱 这仇她魏英洛都要报了 魏英洛从来不怕斗 越斗越精神 在我面前 你不必也信 下次再敢见狱 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 皇后娘娘死了 魏英洛彻底怒了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凶手付出代价 可想要复仇首先得找到靠山 毕竟如今的她只是一个公民 而这宫里最大的靠山无非两人 一为皇帝二为太后 想了想英洛决定投靠太后 恰巧太后在圆明园举行放生仪式 于是其中有一只鸟就格外显言 太后见状主动问其鸟的品种 英洛表示自己也不认识 还说或许是凤凰 是天将祥瑞的象征 众人当然不信 可英洛却说有法子证明 说着她就让太监把井里倒入池中 众人等了一会 池塘没有任何动静 纯贵妃迫不及待地要惩罚英洛 可她话英刚落 井里就自动排列成了寿字 英洛也高兴地立刻祝贺太后 说正是因为太后万寿放生感动上天 才会出现百年难得一见的祥瑞圣景 太后大喜当场便要赏赐英洛 英洛也直接坦诚心意 说想回到紫禁城侍奉太后 但皇上开口拒绝了 他不想让为英洛接近太后剿梦风云 于是就说自己已经准备封英洛为答应了 谁知太后却说英洛长的标志 只封答应可惜了 最起码应该为贵人才是 皇帝听此刚想再说什么 哪知英洛快人一步 提前谢了太后赏赐 英洛就这样成了后妃 还仗着太后趁此机会 把名誉要到了自己身边伺候 但也因此袁春望崩溃不已 他劝说英洛找谁都可以就是皇帝不行 但英洛决心已定 袁春望彻底失望 觉得英洛背叛了自己 最终两人落了个恩断义绝的结局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分为贵人的当晚 皇上照英洛事情 可等英洛抵达之后 又故意让他在门外吹冷风 久久不搭理 英洛知道皇上是故意而为之 索性在外面吃起了糕点 果然最后还是皇上忍不住 先开口让英洛进去 并指责他无礼 但英洛说辞却又让皇上无话可说 不过既然今夜是事情 皇上便要英洛脱衣服 英洛没有犹豫脱了外衣 只是没想到他里面还穿了一身校服 皇上被震住了 而英洛则趁机跪求皇上 说自己是复查皇后的旧人 所以要为他守孝27个月 皇上本以为英洛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现在看来他还是有几分真情在 于是态度也终于缓和下来 很快一众人马回到紫禁城 英洛则被继皇后安排到了严禧宫居住 这里荒凉偏僻 而纯贵妃又特地将曾经在长春宫侍奉的宫女 安排给了英洛 曾经的同僚如今一个是主子 另一个还是奴才 愿谁心里都不舒服 再说了就这严禧宫的地理位置 注定了为英洛不得宠 因此侍奉得很不尽心 英洛虽然很是生气 但没了复查皇后的庇护 她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只能忍气吞声 当然她也没打算一直忍 以答谢太后赏赐为由去看望太后 女扮男装的她逗得太后开怀大笑 且每次来这都能恰巧与皇上遇上 当然皇上对她不闻不问 但她没有放弃依旧每天都来 一直连续看望太后有三十多天 然后才以生病为由告假 正所谓习惯成自然 皇上这天没见到魏英洛 便忍不住打听她的消息 事后还假装无事路过严禧宫 巧的是此时的琥珀正给英洛端来汤药 英洛嫌汤药太烫 但琥珀却让英洛自己吹十分怠慢 而这一幕正巧被皇上看到 既然您不想喝 那就别喝 奴才这就拿去倒 而这一幕正巧被皇上看到 直接一脚踢飞了琥珀 并下令将琥珀放在院子里打板子 以锦笑油 最后还罚她去了新者库 英洛见此心中得意 她不仅借皇上的刀处置了宫人 还死死揪住了皇上的心 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 皇上还是没有在太后那看到魏英洛的身影 于是她终究是心仰难耐 主动来到了延禧宫 听说英洛生病了还在阁楼摊凉 便直接冲了过去 一把将英洛抱进了怀中 从这以后英洛一连事情三天 引得后宫妃嫔纷纷记恨 小家平是家平的妹妹 见为英洛装病吸引了皇上注意 便也东施孝平 而皇上也确实打算去看望小家平 可走到半路时 却发现英洛别处心裁 设置了遮阳的装置 废物利用还没花什么钱 皇上见状立刻掉头跑去了延禧宫 可虽然来到了延禧宫 却没见到魏英洛 宫女告知说英洛去透风了 皇上就决定等等她 结果等到天色都将黑了 没等到人影就算了 下人还又来禀报 说英洛去了寿康宫 正在陪着太后说话 怕是回不来了 可把皇上气个半死只能置气离开 深夜时分英洛终于回到延禧宫 正准备歇息时 突然被一个人压在了身上 这个人正是皇上 但这可把小家平气坏了 一见到魏英洛就让她罚贵 谁让小家平的位分比魏英洛高呢 让英洛贵她只能贵 直到天黑 英洛才起身带着明玉离开 事后皇上特意问起此事 小家平还颠倒是非 咬定是英洛顶撞自己才罚她 皇上一想对啊 英洛从前的确是那样一人 所以撤了英洛的牌子 想借此给她的教训 可皇上没想到英洛对此一点也不在意 这得不到的就心痒痒 皇上再次忍不住跑去了延禧宫 此时英洛正在玩荡秋千 玩得不亦乐乎 皇上见状气呼呼地走了 李总管都特意留下来提醒明玉了 可英洛还故意装作没看见 皇上被她气得心度 只能找叶天使诊脉 而叶天使趁机说出了英洛被罚贵 落下病根的事情 皇上这才知道自己冤枉英洛 于是便派人给英洛送了一大堆赏赐 算是变相向英洛道歉了 可谁知英洛还要继续装病 不愿意士气 皇上大怒又撤了英洛的牌子 身为一国之君 怎能总是纠结一女子 但她很快就又被打脸了 太后特意让皇上来 然后将英洛献给自己的话送给了皇上 这让皇上非常没面子 因为这话便是皇上赏给英洛的 如今兜兜转转再次回到自己手里 从太后宫里出来后 皇上便气冲冲地去了延禧宫 质问英洛就算是朕错怪了你 你可以跟朕解释 你自己不说还要怪朕冷落了 对此英洛却表示一脸委屈 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贵人 突然蒙了圣宠 后宫嫔妃当然极度 若是次次告状 皇上一次两次还相信 次数多了皇上只会觉得厌烦 至于那幅画 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己再去太后那里讨回来就行了 可皇上知道英洛就是故意给自己添堵 就是想要让自己对他念念不忘 对此英洛直接承认 表示自己就是这样的性格 皇上真是对他又爱又恨 后宫妃嫔虽然众多 但却没有人像英洛这般有趣 总是使得皇上欲罢不能 当即把英洛按在了床上 两人又是一番这样那样 事后皇上还下指封英洛为令廷 短短几个月 英洛就从一介宫女成了令廷 这不免让后宫其余人深感威胁 不过他们还没做什么 英洛自己的软肋就回来了 两年多前皇后轰事那天 边关告急 傅恒还未来急见姐姐最后一面 便被派往边关 如今胜利凯旋 而他一回来耳晴就迫不及待告诉他 英洛成为了后妃 那一刻恍然晴天霹雳 傅恒不敢相信急忙来到宫中确认 结果迎恋就遇见了英洛的教年 旧情人在相遇 英洛却是一副完全不认识他的模样 傅恒难过地流下泪水 而此次在边关傅恒立下大功 皇上十分慷慨地要赏赐他 但傅恒却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皇上 无论奴才想要什么 您都会给吗 皇上一下子愣住了 直接改口给他升官加绝 然后就打发他走了 其实皇上知道英洛喜欢傅恒 只不过傅恒征战沙场几年未归 他就逐渐淡忘了这些事 但如今傅恒一回来就暴露私心 再加上纯非的言语挑拨 引得皇上心里醋坛子都翻了 很快英洛与傅恒的情势就传遍了紫禁城 小家平也来到皇上面前卖官卖菜 说自己只是因为吃醋才会虐待英洛 而女人只对喜欢的人才会吃醋 寒沙摄影指出 为英洛从不吃醋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皇上 而且他还朝三暮四 谣言已经传遍了 另一边名誉也得知了谣言的事情 劝说英洛赶紧想办法 但英洛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用搭理 然而就在这时 傅恒居然出现了 茗玉拉着英洛就准备掉头 可英洛不仅不避讳 还当众聊起了天 毕竟如果此刻慌张逃走 会被人视作心虚 不如就趁机把话和傅恒说清楚 可纯贵妃就等着这场好戏呢 故意引皇上来此 让他看见英洛和傅恒在一起 于是等英洛回到延喜宫后 立刻有一群太监来说是奉皇上之命 要把英洛最喜欢的枝子花拿去熏涌巷 等皇上明显生气了 茗玉更加着急 英洛倒是很淡定 只是吩咐茗玉去问问 今天皇上是不是去了御花园 得到的答案是 是 英洛心里跟明清似的 于是这晚皇上来到延喜宫时 英洛先是转身模仿小家瓶的姿态 与皇上说话 把皇上看得一愣 紧接着他又模仿起了纯贵妃与皇后 模仿起了他们议论自己的样子 这些话皇上耳熟 细思一下不就是小家瓶他们 曾在自己面前说过的吗 而英洛的模仿就好像他当时就在场似的 不得不说论对女人的了解 皇上是比不上英洛 而英洛则认真地告诉皇上 流言获众三人称呼 希望皇上给他宠爱的同时 也能给他多一点信任 否则自己肯定要被他们的唾沫酸成豆腐 皇上看着调皮的英洛 心里更加喜爱了 当晚就留宿在了严喜宫 严喜宫再次得了权势 时间过得很快 复查皇后的忌日就快来 明玉提醒英洛 到时肯定免不了要跟傅侯见面 要不安点避开他 可到了忌日当天 英洛却主动叫住了傅侯 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傅侯认为英洛入宫另有目的 要么就是和先皇后的死有关 要么就是真的恨自己 但英洛希望傅侯不要想太多 更不希望他牵扯进来 他不属于紫禁城 他属于战场 可以建功立业 一展平生报复 傅侯当然知道 可他放心不下英洛 而就在二人谈话期间 小家平带着皇上当场捉奸 皇上再次大怒 是的虽然他已经学着给英洛信任 依旧是皇上心中的一根刺 吃醋的男人不讲道理 英洛再次失宠 阎喜宫再次逝世 宫里的下人都开始个谋出路了 纯贵妃得知此事 还特意前来落井下石 并以太后为由 让英洛代秀观音像 期限为一个月 英洛清楚若自己公然拒绝 那便是对太后大不敬 所以他就不分日夜努力秀相 双手都磨坏了 此时已入冬 内务府的那帮人本就是看人下菜碟 如今英洛失宠 他们就连过冬的木炭都不愿点 多亏了海澜茶的帮助 阎喜宫的冬天才有了一丝温暖 但其实这些过冬的东西 都是复衡以海澜茶的名义送的 海澜茶对此很担心 万一事情败露了复衡又少不了麻烦 但复衡听了并没有多解释 而是邀请海澜茶去演武场切磋 就在这时皇上突然驾到 他心里介意二人的过去 所以故意提出与复衡比武 若复衡让得他便以欺君罪论 此话一出 皇上连复衡一招都接不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生气 反劝说复衡不用那么小心翼翼 可复衡却说 从前他办错过一件事 以至于一步错步不错 公事如此私事也是如此 皇上听此明白他是指阴洛 转身就准备离去 可复衡却没给他机会当众质问 皇上当初真的没有私心吗 如果当初不是他破坏自己与阴洛的婚事 阴洛恐怕早就是自己的妻子了 皇上听此大怒 复衡却并不慌张转而劝告皇上 既然得到了阴洛 皇上后悔当初放弃了阴洛 皇帝沉默了 然后纯贵妃拿着阴洛绣的观音像 向太后邀功 太后看了非常满意 正好这是皇上出现 他看出观音像的发丝是用头发绣的 瞬间想到阴洛也是绣娘出身 又想到复衡的话 皇上发觉确实是自己太小心眼了 可他又拉不下这个脸认错 于是便偷偷跑去阎喜宫 但偌大的阎喜宫却跟冷宫一样 一个伺候的下人都没有 此时的阴洛正在赶攻纯贵妃送来的经文 看到这皇上心中明白了一切 他知道阴洛受了委屈 便下令让人给阎喜宫送了很多赏赐 内务府的吴总管知道皇上还惦记阴洛 赶紧将阎喜宫里过冬的东西布置头当 可阴洛却当看不见 只顾继续刺绣 皇上见此又忍不住发起了小脾气 李总管看穿皇上心事 赶紧吩咐人去找魏阴洛 可此时的阴洛已经扮成了小太监 来到皇上面前 连哄带撒娇的三言两语 就化解了皇上心里那些粗意 把皇上哄得服服帖帖的 还顺带解释了自己跟傅恒的事情 并扬言皇上下次如果还误会自己 那就再也不要理皇上了 紧接着再露出那双因为刺绣受伤的手 抱怨就是因为皇上的冷落 才全是洞窗 皇上看了果然心疼 立马保证从今以后再不会让人欺负阴洛 更重要的是阴洛又晋升了 从令平成了令妃 如此快的晋升速度 惹得后宫女子极恨不已 但又无可奈何 不得不说未解牛逼 只是没过几天边关告急的消息再次传来 傅恒主动请婴 可皇上担心傅恒的安危不愿让她前去 婴洛得知此事 劝皇上要理解傅恒的志向 对她而言战死沙场报效国家 也算是求人得人 婴洛此举虽是干预政事 但她心胸坦荡 皇上也确实听进了婴洛的话 也明白了婴洛确实没有私心 离开时婴洛再次遇见了傅恒 两人不发一言相视一笑 有些话已经不必说出口 只是下次相见就不知是何时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这天乾隆皇上心血来潮 说要教婴洛骑马 这可是后宫嫔妃从未有过的殊荣 于是婴洛故意放出丰盛 果然纯贵妃得知后 迫不及待地便让于妃动手了 因此婴洛骑马时 立刻发现牵马的人神色不对 不过明知有埋伏 她还是上了马 马儿也果然发了狂 婴洛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虽然皇上及时接住了她 但婴洛还是伤得不轻 她委屈地表示有人要害自己 恳求皇上一定要为自己做主 而经检查 马儿的食料确实被人做了手脚 皇上听了大怒命人彻查此事 但查来查去就是找不到下手之人 于是皇上反其道而行之 让海兰查将相关人等放了 这样一来 海兰查很快就发现可疑人等的踪迹 最后她出现在了中翠宫 皇上得知此事 决定亲自给纯贵妃一个警告 提醒她以后再做什么事 要多想想六阿哥 见皇上怀疑上了自己 纯贵妃立刻装出一副可怜模样 将此事推得干干净净 好在殷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皇上便也决定放纯贵妃一马 可皇上前脚走后 纯贵妃后脚就指责于非办事不力 还让于非将自己的嫌疑洗清 否则当心她的五阿哥 思来想去 于非决定向殷落求饶 殷落指责于非忘恩负义 居然跟杀害七阿哥的凶手沆瀣一气 听到这个秘密 于非显然大吃一惊 可他还是选择置之不理 毕竟自己本来就没什么本事 想要的不过是带着五阿哥一起活下去 于是厚着脸皮 恳求殷落与纯贵妃化干戈为玉帛 看在五阿哥份上 殷落终究还是心软了 于非对此感激不已 保证一定不会让纯贵妃再去害他 当然于非也明白 这两人终究只能一死一活 看着越来越懂事的儿子 他想了想还是决定提前给儿子做打算 带着他来看望殷落 并提出让殷落当五阿哥的养母 殷落很喜欢这个孩子 算是默认了 然而没过几天 皇上就突然派人请殷落来到永和宫 那是于非的寝宫 而殷落刚到 于非就指责他对五阿哥下毒手 原来五阿哥刚在延禧宫吃了糕点 回来后便生了病 于非要死要活地恳求皇上一定要惩治殷落 殷落见状无奈地表示 即便自己不惹事 但只要有皇上的宠爱在 别人也不会放过自己 说着殷落就请出了叶天氏 因为他怀疑现场的太医含糊其词 于是问叶天氏吃错了香客的食物怎么办 叶天氏不明就理 随口表示催吐就行 可是如此简单的做法 现场的太医却没做 只是给五阿哥服用了点解毒汤药 而那解毒汤药根本无用 话都说到这份上还有什么不清楚 叶天氏当即就给五阿哥催吐 果然吐出了大量胃消化的人生片 叶天氏觉得甚是奇怪 若要补气用身须泡茶即可 如今却吞食了这么多人身 反而导致胃血逆行 也自然是昏迷不醒 一旁的太医听此慌了 他可担不起谋害皇思的罪责 于是分分钟招出了于妃 但问题来了五阿哥可是于妃的亲生儿子 一位母亲怎会如此狠心 继皇后当即怀疑于妃背后有人指使 而事情已经戴木 于妃也是毫不犹豫就说出了真正的幕后主使 纯贵妃顺便还拿出了证据 得这可真是塑料姐妹花 皇上当即下令将纯贵妃囚禁于中翠宫 其他人入圣行司 而这一查得 当年长春宫失火的真相也就出来了 是纯贵妃收买了长春宫的小太监 故意将七阿哥房中的木炭换成一爆火花的菊花炭 又吩咐玉湖接触熟火处的管事王中 在除夕那天故意独职 所以导致长春宫救火不及时 因此才让七阿哥葬身火海 皇上痛心疾首 但念在纯贵妃为自己生了孩子的份上 将她降为答应打入冷宫 按理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可殷落却在床上辗转难免 感叹一切都太顺利了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想了想连夜去找五阿哥 想知道于妃在五阿哥的耳边说了什么 而听到了那句话后 殷落这才明白 原来复查皇后的恩情于妃一直没忘 此次推波助澜自导自演 只想借这个局搬倒重贵妃 当然这个局则得以她的全部为代价 不过好在她孕育了皇嗣 太后网开一面安排她出宫修行 虽然再难见到儿子 但至少保住了一条命 可皇后世事的真相就到此为止 这天茗玉与珍珠路过新者库 正巧看着琥珀被人欺负 两人本想不搭理 但曾经的他们确实是好姐妹 终究是不忍心 将琥珀带回了延禧宫 而琥珀为了不再回新者库受苦 将一个天大的秘密透露给了殷落 原来复查皇后轰饰那晚 尔琴曾去过长春宫 那天琥珀本想进去送茶 正巧听到尔琴故意将 皇上醉酒宠幸她导致怀孕的事 告诉给了复查皇后 茗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皇上跟陈妻 琥珀听此便提醒她 那晚皇上喝醉了 次日一早她去收拾拿出了一个肚豆 而那肚豆就是尔琴的 殷落听此这才搞清楚 原来尔琴才是压倒复查皇后的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她整个人都气疯了 暗自发誓绝对不会放过尔琴 巧的是殷落还没开始行动 尔琴就先行作死 在季皇后举办清残礼那天 以一品告命夫人的名义进宫 并歪曲事实说复衡虐待自己 求皇上看在二人一夜情的份上 为自己做主 皇上听此脸色立刻下沉 但为了自己的名声天洁的脸面 皇上还是答应会帮她想想办法 目的已经达成 尔琴心满意足地去参加清残礼 可走着走着 她突然就发现这路不对 转身想离开 却被袁春旺抓到复查皇后临前 可面对着复查皇后的话想 尔琴心里没有一点内疚 甚至还认为自己如今是忠永公夫人 殷落不敢拿她怎样 但她大错特错了 殷落这次就没想过让她活着出去 清残礼即将开始 皇上得知尔琴与殷落都不在 深感不妙 但还是晚了一步 尔琴已经死了 殷落告诉皇上尔琴逼死复查皇后的事实 因此事已至此 她并不后悔 还认为皇后虽然是被尔琴气的自杀 但皇上也有责任 而她话音刚落 季皇后突然赶到 看着眼前的一幕震惊无比 皇上见此立刻表明 尔琴因思念救主复查皇后 追随她去了 季皇后听此明白皇上是有意保护殷落 便主动揽下了这件事 只见她当即吩咐真儿把尔琴的尸体清理干净 对外说是太后突然召见 等赶回去时 清残礼已经结束 再用一顶小轿送回复查府 中途急并发作 封锁消息七日后再行发丧 但这件事需要复查府配合 季皇后还决定派人去复查府走一趟 说服复查老夫人 至于殷落季皇后会对外宣称病了 不得不说这操作那是十分妥当 皇上半是满意半是愤懑地离开了 当然满意是对着季皇后 愤懑是对着殷落 而皇上走后 季皇后立刻表示 殷落此举未免太鲁莽了 为了一个耳情 断了皇上的恩宠 值得吗 问这个问题时季皇后一脸平静 殷落突然恍然大悟 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季皇后安排的 琥珀将皇上与耳情的事告诉自己之前 季皇后应该就已经知道了此事 所以故意将耳情送到殷落眼前 因为她确定 殷落一旦知道了真相 必定会杀了耳情 这样一来 也能杀了皇上对殷落的恩宠与情谊 她算准了每一步 让殷落心丹情愿踏入陷阱 且还不后悔这一招借刀杀人 真是高明 更重要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天一个太监背着带被虫柱的药材 准备出宫变卖 好以此来补贴医药局的日常用度 但经检查 袋子里面还掺杂了许多完好的虫草 皇上大怒彻查医药局 皇后也派了吴总管来查办此事 海澜查领命拿下了夜天室 但夜天室称都是虫柱的药材 宫里主子们娇贵不能用 所以才让人把药运出去 怎么就闹得这么大 可吴总管却告诉皇上 自己查阅了太医院一年来的医案 并将医案与医药局的药材出入进行比对 发现大量支出的不止人生枸杞 还有殷落一直在服用的婢子汤 皇上听闻此事十分震惊 圣怒之下闯入延禧宫质问婢子汤一事 他想知道殷落是否只是利用自己 替先皇后复仇 这才费尽心思讨皇上欢心 又对自己若即若离 对于皇上的执政 殷落连个解释都没有坦然承认了一切 皇上虽然早就有所准备 可亲耳听到后还是觉得心痛不已 但殷落觉得先皇后更委屈 先皇后去世之后 皇上依然不放过她 借她丧仪的名义 查办了两经一十三省的无数官员 傅查隆因活着是大清的皇后 哪怕是死了也要发挥最后的价值 这就是帝王的无情 此话接下来最后那层遮羞布 皇上恼怒不已直接告诉殷落 那个药以后不用服了 因为他再也不会得到重新 但皇上会让他这一生都困守紫禁城 直到死了 严喜宫从今往后就变成了真正的冷宫 殷落听此道也没有多伤心 遣散了宫里服侍的人 只留下了珍珠跟小犬子 而后他带着袁春望来给继皇后请安 从今天开始 他将是皇后娘娘身边最忠诚的狗 殷落开门见山 知道自己服用婢子汤的事 除了夜天市只有袁春望 事情是谁暴露不言而喻 只是殷落没想到自己把袁春望当成亲兄长 他却反手给了自己一包 可袁春望也不心虚 是魏殷落先背叛了他 他才背叛了魏殷落 他曾经亲口答应过要在圆明园与自己相伴 后来却又抛弃了自己 和自己最讨厌的人在一起 殷落听此不再解释 他知道自己输了 但大仇一报倒也没有遗憾 总之这一局殷落算是输的彻底 当然他并未就此泄起 转头就找到太后 跟着他一起去往圆明园 说是养病 实则不过是退后一步 以便更好地卷土重来 而这一去就是三年 不得不说 在圆明园的日子实在是太舒心 殷落都有点舍不得回紫禁城了 当然真不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这三年中 殷落都会以太后的名义 每个月给皇上写一封家书 上面写了自己在圆明园的近况 和一些去世 总之就是各种刷存在感 这一来二去 皇上果然没有忘了他 这天太后开解殷落 是时候该回去了 可殷落本打算再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然而傅恒的突然到来 打断了殷落的计划 傅恒告诉殷落该回紫禁城了 因为宫里来了一位美女 皇上亲自为她更名陈碧 并表示这世间上所有美好的词汇 都可以用来形容她 殷落再不回去 就真的会失去全部的位置 可这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 不过这些话确实加快了殷落 赶回紫禁城的进度 而刚一回来殷落就被继皇后请了去 继皇后的言下之意是想与她合作 看来陈碧的出现让继皇后也有了危机感 竟然主动与殷落是好 殷落本无意与她合作 直到她看见皇上痴迷地看着陈碧 只那一眼 她瞬间就改变了主意 两人合作达成 这天皇上去看望十三阿哥 继皇后故意在皇上面前提起殷落 说她一直在圆明园侍奉太后 病了也都不在意 经常夜不能为石少无香 皇上心里终究还是惦记着殷落的 当天晚上就来到了严禧宫 结果就看到殷落放血抄写经文 心疼得要命 立刻命令殷落不能再写 但殷落却不能从命 因为不能半途而废 皇上生气转身准备离开 叫住皇上 说所有人都看到皇上来了严禧宫 若是现在离开 只怕她在紫禁城是再也待不下去 皇上哪见过她这副模样瞬间心软 于是睡在了偏殿 但殷落却是个不老实的 半夜爬上了皇上的床 钻进了皇上的被窝 使出浑身解数百般撒娇 但皇上始终在意殷落之前的别有用心 说什么也不肯原谅 无奈之下殷落终于说出了 自己服用婢子汤的真正原因 这女人生孩子本就是鬼门关 她不想和母亲一样死在男产上 她还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 殷落很少在皇上面前表现的那么脆弱 突然这么一弄 二人的关系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缓和了 可这也只是殷落以为 第二天一早殷落还没醒来 皇上就跑去和臣碧一起吃早餐 看来殷落这次还是失策了 不仅如此 皇上还特意把臣碧安排到延禧宫 让殷落交礼仪 期间臣碧也不客气地吐槽宫里的规矩多 说怀念外面自由自在的日子 却舍不得皇上的宠爱 又故意露出皇上亲手雕刻的玉佩 殷落见状吃醋不已 瞬间就对臣碧下了逐客令 离开延禧宫后 宫女提醒臣碧殷落不好接近 可臣碧却觉得 殷落比那些两面三刀的妃子好多了 很快和安公主继日将至 她是太后最疼爱的女儿 太后亲自指定殷落操办和安公主的祭祀典礼 殷落自然知道此事要龙伴 于是还特地请皇后指点一二 可皇后却若有所思地提起 太后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臣碧 不如在继日那天将她引荐给太后 殷落心中不安 她知道皇后这是要动手了 夜晚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最终还是不忍心看着臣碧就这样丢命 于是在臣碧去见太后之前 将她拉走了 而后在和安公主的祭祀典礼上 为了讨太后欢心 后宫妃子在线上亲自抄写的经书后 都在殿外跪着 只有轮到臣碧时 灵堂突然失火 就连和安公主的画像也差点被毁 太后大怒认为臣碧是红颜祸水 当场就要将她治罪 臣碧跪地祈求 求太后看看自己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 这一看不打紧 太后立马改变了主意 还关心起臣碧的生辰来 没想到竟然与和安公主的生辰一模一样 太后当场怀疑臣碧就是转世的和安公主 另一边皇上得知臣碧被太后扣下 赶紧跑过来求情 见太后没有怪罪 皇上很是不解 询问臣碧是如何化解危机的 臣碧谎称不知 皇上却说太后一向心善 但曾经有一位宫女 不小心碰坏了和安公主的玩偶 向来慈和的太后竟当场下令仗帝 从那以后她便知道 和安公主是太后唯一的逆龄 所以臣碧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被赦免了 见瞒不下去 臣碧只好说出是殷落在自己的嘴巴下做了应景 才逃过一劫 这么一来就说得通了 毕竟只有殷落如此的熟悉太后 可殷落为什么要如此做 皇上陷入沉思 臣碧见此瞬间明白 皇上心里还是有味殷落的 于是可怜巴巴地表明 自己不过是皇上试探殷落心意的一枚棋子 可即便如此她也愿意帮助皇上 臣碧的体贴让皇上内疚不已 居然忍不住跟她说起自己这么做的理由 她这么做不是看重殷落 而是她不能容忍在殷落心里 自己不是第一位 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皇上不过是口是心非罢了 另一边季皇后知道殷落救了臣碧 特意上门问罪 可殷落是答应了季皇后要与臣碧争宠 却没说要杀了她 眼见殷落出而反而 季皇后忍着怒气 扬言要等着看殷落吃臣碧苦头的日子 元春望见词给主子出主意 太后一向幸福啊 咱们可以请万寿司的主持说句公道话 以免太后被人蒙逼 于是很快太后召见殷落 询问臣碧嘴角下的印记 是否是殷落所为 当然太后也知道殷落不会说实话 干脆叫来臣碧对峙 没想到臣碧一来就承认自己说了话 她确实是不祥之物 刚出生没几年便一直生病 还一直说自己住在水晶屋里 天天嚷着要温嬷嬷要跳舞的小人 大家都吓坏了 多亏了游方的大师经过 给自己施了法这才恢复平静 大师说这叫夺胎幸亏发现得早 否则自己早就没了幸运 一番言辞下来 听得太后是热泪盈眶 也似乎更加坐实了 臣碧就是河安公主的事实 可殷落也奇怪 这些细节自己都不知道 臣碧怎么知道的 美人往耳一笑说是皇上教她说的 看来皇上对臣碧真的很好 殷落内心吃醋不已 臣碧再次微微一笑 他保护我 我保护你 这件事以后 殷落跟臣碧开始交心了 茗玉为殷落不值 觉得她费了一番苦心 却让臣碧找了太后荡靠山 不过殷落的心思不在臣碧身上 而在茗玉身上 她交代小拳子好好准备 严玺宫里要有大喜事了 第二天一早 海兰茶就派人送了各种东西给严玺宫 茗玉看了很是纳闷 得知是海兰茶送的 立刻跑去质问她 这才得知那些东西是海兰茶下的聘礼 等今年六月 茗玉就可以出宫成亲了 她要娶茗玉了 茗玉听此觉得特别幸福 连走路都觉得要飞起来一样 只是上天似乎并不眷顾她 胸口最近是愈发疼的厉害了 茗玉想起叶天士曾说过 有些银针已经进入肺腑神仙难救 以前她觉得无所谓 但现在有了海兰茶 因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茗玉告诉殷落自己不嫁人 殷落当然问起了理由 但茗玉不想殷落难过 只是一直说不想嫁人 可海兰茶已经跟皇上说过澄清一事 所以这是不能反悔的 事已至此 茗玉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陈碧发现了茗玉的不对劲 质问她既然不喜欢 又为何要给海兰茶做鞋垫 此时茗玉再次感到身体不适 陈碧见状要告诉殷落 茗玉无奈只好把银针的事情告诉她 没想到陈碧却故意暗示茗玉 如今木已成舟 只要活着就得上花轿 毕竟皇上已经下了圣旨 陈碧的恶毒之心已经开始慢慢显露 与此同时茗玉还开开心心的 为茗玉举办婚礼 看着茗玉穿上鲜红的嫁衣 打扮得非常美丽 茗玉为此感到非常的开心 可茗玉有多高兴 茗玉就有多舍不得这份离别 她再次劝说茗玉让自己留下 但茗玉执意不肯 于是转头茗玉就拿着剪刀自杀了 陪伴自己多年的茗玉突然身亡 茗玉悲痛万分 把自己关在延禧宫里不愿见人 海澜茶不明其由大声敲门 质问茗玉明玉为何而死 最后还是皇上看不下去 让人把她带走了 为了让海澜茶宽心 皇上让叶天氏将真相告诉海澜茶 海澜茶听了非常内疚 如果没有逼着茗玉嫁给自己 茗玉就不会寻短见 原先茗玉也不明白 现在明白却也晚了 第二天一早 陈碧过来找茗玉 却被告知茗玉因为茗玉的死非常难过 不知跑到哪了 于是陈碧很好心地将此消息透露给傅衡 待傅衡走后 又吩咐宫女去告诉皇上 傅衡本打算不管此事 但她放心不下茗玉 还是只身来了长春宫 此时茗玉正义人不声不响地在打扫宫殿 她觉得自己不够细心不够体贴 如果再多一点耐心问清楚 茗玉也许就不会那么快死 复查皇后曾说要亲自送自己出嫁 但自己这辈子都没机会穿上嫁衣 因此茗玉希望让茗玉实现自己的心愿 如果不是她的私心 茗玉不会这么快离开 自己的固执意见 却加速了茗玉的死亡 她对不起茗玉 英洛越说越难过 忍不住低头痛哭起来 赶来的皇上发现这一幕 愤懑地离开了 事后英洛询问傅衡怎么知道自己在这 得知是陈碧将自己失踪的消息告诉傅衡 英洛若有所思 回去后便查看茗玉留下的东西 得知这是陈碧所送 英洛冒着大雨前来求见皇上 可皇上说什么也不愿见他 英洛只好亲自质问陈碧 陈碧见到自己送的东西又回来了 明白了英洛的来意 但她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帮茗玉剪脱 同时也是为了英洛着想 陈碧知道和安公主是太后的逆铃 但她不知道茗玉对英洛来说同样也是逆铃 英洛不愿原谅她 陈碧居然拿起剪刀让英洛刺死自己 帮茗玉报仇 英洛见状想要抢回剪刀 二人发生拉扯 陈碧被剪刀刺中 这一幕正好被太后看见 这时的陈碧原形毕露失声痛哭 质问英洛为何要杀自己 太后一听立刻让人把英洛带了下去 她不能允许任何人伤害和安公主 要求皇上严惩英洛 季皇后得知陈碧受伤的消息 刻意来此看望 并夸赞陈碧的厉害程度绝对不亚于英洛 进宫三月 就赢得了太后的信任 陈碧听了也不否认 反而得意地让季皇后跟自己合作除掉英洛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二人一拍即合 就在此时皇上赶到 询问陈碧如何处置英洛 话音刚落季皇后就为英洛求情 恳求皇上让他闭门思过 陈碧见状心领神会的也为英洛求情 英洛自此被禁足在延禧宫 幽禁的日子不好过呀 连口饭都吃不饱 很快英洛便病饱 陈碧得知此事后特意来此看望 都到这时候了 他还说是为了帮英洛 置之死地而后生 还说什么 他知道英洛与复衡情投意合 想让英洛获得真正的幸福 英洛听此解释道 二人那都是过去事 可陈碧还在不断地怂恿英洛逃出皇宫 自己就像礼物一样被献给皇上 他是走不了可是英洛可以 陈碧会安排好一切 恰巧这时边关传来告急 傅恒准备主动请英 在等待面圣期间 他再次遇到了陈碧 而陈碧故意拿着英洛的耳环告诉傅恒 说英洛已经做好了离开这里的打算 特意让自己前来报信 傅恒听了没有说话 很显然他察觉出了不对劲 但并未让陈碧看出 又是几天过去 陈碧跳舞时故意摔倒 皇上担心的步行连忙宣太义 可陈碧却故意装出一副感动的样子 说皇上对自己这么好 自己如若在帮着他人瞒皇上 那自己就太对不起皇上了 接着陈碧将英洛跟傅恒私奔的事情告诉皇上 皇上听后愤怒地摔掉杯子 二话不说就要去抓赃 皇上按照陈碧的告密 亲自来到神武门口叫停水车 并忐忑地打开水车 却不料里面的人竟是小犬子 而小犬子交代自己是奉主子英洛之命 有人要害他为了引出那人才让自己藏在水车之中 皇上听此下令传英洛 英洛已经来了 并当场揭发陈碧先是引诱自己私奔 接着又设计一出当场捉拿 陈碧有些慌 但他还是强忍着镇定 指责英洛是件事情有所败露才胡乱攀摇 究竟是谁在说谎 只要看傅恒是否按照约定 等在西之门外即可 结果傅恒却在神武门出现 并且他也指认陈碧教唆他与英洛私奔 他想要向皇上禀报 只是手头上并无证据 迫不得已只好放长线钓大鱼 假意答应 不过傅恒依然想不明白 为何陈碧要千方百计地陷害自己 听此皇上命人拿出海澜茶八百里加紧 送回来的盒子 上面是一些小孩子的玩具 这些就是陈碧陷害傅恒的理由 原来陈碧早年就已有养父做主 完婚生子 但爱必达见他滋容绝世 不可能浪费这颗棋子 所以将他送进宫里 至于陈碧之所以记恨傅恒 就是因为自己已经决心赴死 说着陈碧就拔下自己的发簪 准备刺杀皇上 还好复衡眼疾手快 三两下就制服了他 而皇上则拉着殷落回宫私了 他指责殷落故意踩入陷阱 就是为了让自己着急 可殷落反倒指责皇上如此宠爱陈碧 只为了让他吃醋 原来殷落早就看出来 皇上赏赐陈碧的都是手势 就是为了让他戴上瘾自己嫉妒 皇上被殷落说得无力反驳 二人终于确定彼此的心意 甜蜜拥抱起来 然而就在此时 太后突然宣殷落觐见 殷落赶紧向皇上求救 皇上将所有的来龙去脉告诉太后 太后觉得很讽刺 她能原谅皇上的孝心 但绝不能原谅殷落 殷落见此直接往地上倒去 夜天是前来诊脉 原来殷落是有喜了 太后也不便再追究下去 皇上也高兴坏了 终于问出压在心里许久的那句话 你心里是否有证 殷落温柔地看着皇上表明 我只会为心爱的男人生孩子 得到肯定的回答 皇上开心不已 又得知殷落在冷宫里受到虐待 下令彻查此事 最后查到袁春望身上 袁春望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可殷落念及往日情分 还是决定对他网开一面 以后互不相欠 而后继皇后上门 恭贺殷落死里逃生 殷落见此明白继皇后是担心自己 会影响他皇后的地位 索性直接表明 自己皇后的位置不感兴趣 以后也不打算争这个位置 继皇后诧异 殷落居然不为自己的孩子打算 殷落却觉得此事皇上自由主张 继皇后很满意为殷落的态度 两人势均力敌 谁也都不过谁 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结局 而对此殷落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继皇后不能伤害 紫禁城内的任何一位皇子 继皇后听了欣然答应 自此紫禁城太平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快十年过去 殷落依旧在延禧宫的院子里荡着鞦韆 突然小犬子来抱五阿哥来了 殷落瞬间站起到处找地方躲 主要五阿哥实在太会念叨 殷落实在受不了 这时正好看见院子里有个箱子 于是他便藏了进去 而永齐没有见到殷落 有些失落 不过还没几分钟皇上来了 听说殷落吃了一半葡萄便去小气 又看见院子中间的那个箱子 心中了然 提出与永齐一起下棋 就用那个箱子当桌子 二人下了一局又想要再来一局 殷落实在憋不住只得钻了出来 皇上见此吐槽殷落为母不尊 殷落则反击 说皇上明知道他藏在箱子里 却要把箱子拿来当桌子是为君不尊 两人你来我往 你说我笑得恋爱日常 放在皇后眼里却是格外的刺眼 这十年来殷落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但却依然活得跟孩子一般 头发乌黑乌黑的 且恩宠不衰 被皇上日复一日地爱着 想着想着十二阿哥来给皇后请安 他的手在练习时再次受伤 皇后看着很是心疼 可十二阿哥即便这么努力 但比起五阿哥还是差远了 元春旺提醒皇后要早早地为十二阿哥做打算 照现在的情形 是五阿哥最受器重 一旦五阿哥入城大统 十二阿哥将来就没有出路 但皇后曾与殷落有不伤幼子的约定 所以他不想动手 可也心日益膨胀的元春旺 却不准备轻易放弃 这天四阿哥来看望皇后 真而已皇后身体不好婉拒了 可四阿哥转身却看到十二阿哥 从皇后的房间出来 四阿哥为此纷纷不平 看来自己这个养子怎么做 都比不上他的亲生儿子 可他又怎么知道这是元春旺故意安排的呢 为了让皇后对自己另眼相看 四阿哥决定让五阿哥当众出仇 于是很快五阿哥再给皇上掩饰羊枪时 被炸成重伤 张燕盼诊之后表示 羊枪走火伤及五阿哥右腿经脉 就算右腿康复了 以后能不能正常走路也不好说 殷落听说后也急急忙忙打来 不过他没有去看望五阿哥 而是直接来到了练习场 他认为五阿哥受伤不是一场意外 等殷落再来到五阿哥跟前时 人已经醒了 殷落想要揪出凶手 但五阿哥却劝他不要再查下去 因为再查下去会牵扯到他的兄弟 他也恨自己再不能做皇阿玛最骄傲的儿子 但是皇上和大清不能再失去皇子了 另一边四阿哥担心事情败露坐立难安 这是皇后身边的丫鬟真儿 却突然给他送来一些饭菜 四阿哥刚想吃 真儿却突然制止了他 并告诉四阿哥这饭菜有毒 四阿哥一直将祭皇后当作亲生母亲 听闻此事瞬间心灰意冷 另一边复衡正向皇上汇报调查结果 表示四阿哥在事发前去过武器库 皇上听了立刻让人将四阿哥带过来对质 而在元春旺的挑拨离间下 季皇后与四阿哥都以为是对方想害五阿哥 原先四阿哥只是想让五阿哥出仇 只是没想到五阿哥会受这么重的伤 四阿哥怀疑季皇后想栽赃嫁货给自己 所以在皇上面前 他一个劲地解释自己只是破坏了羊枪 其他的都是季皇后下的手 季皇后没想到 亲手养大的四阿哥居然反咬自己一口 可这还不够 四阿哥又将季皇后要下毒害自己的事说出来 只是没想到经调查 那碗饭菜并没有毒 真儿也否认今日并未见过四阿哥 虽然还有很多说不清楚 但四阿哥故意坑害弟弟是事实 皇上只能先下令让他去宗人府 季皇后就算想就也插不了手 越想越急最后竟然犯了头痛症 生病期间宫女云香头上带花 前来给季皇后送药 季皇后觉得她是在刺激自己年老色衰 一时气愤打了云香 刚好这一幕被赶来探望季皇后的皇上看到 难免心生厌恶 而季皇后最后这几集也智商不在线 只会一个劲地向皇上解释 自己没有伤害五阿哥 可明显她越解释 皇上越听不进她说的话 只是安慰季皇后好好养病 皇上走后 季皇后心绪难平 又让人责打了云香三十大板 云香被处罚后碰见了袁春旺 埋怨她害了自己 可没想到袁春旺为了挑拨皇上与季皇后的关系 居然对云香痛下杀手 将她凌虐致死 事后云香的尸体在一口水井里被打捞上来 这件事在后宫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觉得是季皇后虐待云香 才让她自尽的 太后本就对季皇后存有意见 听闻此事就更加不满意 多亏了阴落打圆场 提起皇上即将难寻之事 这才转移众人注意力 而季皇后也想参加此次难寻 可皇上却没打算让她去 季皇后顿时丢失脸面 更加执意要去难寻 为此不惜顶撞皇上 天天无病 得皇上也急了死活不同意 告诉十二阿哥 说季皇后坚持难寻都是为了她的前途 十二阿哥心里单纯 为了帮助季皇后达成心愿 她只能常跪在前清宫 请求皇上同意 可她一连跪了三个时辰 皇上都无动于衷 直至五阿哥出现 五阿哥劝说皇上同意季皇后参加难寻 并且劝皇上让自己也去 因为夜天是在江南 说不定这次还可以把自己的腿给治好 皇上听了立马答应 顺便也同意了季皇后去难寻的事 十二阿哥开心地将此事告诉季皇后 但当季皇后得知亲儿子跪了三个时辰 却比不上五阿哥轻飘飘的几句话时 季皇后内心更加愤懑 而袁春望却对此得意不已 当然袁春望的诡计还不止于此 她又趁机给十五阿哥下了毒 并让人以为是季皇后下的手 虽然没有证据 但季皇后还是因此被太后罚跪 毕竟皇后有照妇皇嗣之责 以后子敬城里无论是阿哥还是格格格出事 太后都要致皇后一个失职之罪 袁春望立马将皇后被罚的事情 告诉给了和亲王红咒 如今太后和皇上都对季皇后误会重重 这必定是阴落贼喊捉贼 逼得季皇后退无可退 袁春望知道红咒喜欢季皇后 于是便借此不断劝说红咒做当年的多儿果 并表示此次难寻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红咒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但不巧的是 两人碰面的事情被傅恒撞减 傅恒提醒红咒 王公大臣不可和太监有来往 若让他在发现只能秉宫处置 但红咒是一万个不服 两人一言不合便动起手来 傅恒本来占据上风 但看见皇上从不远处走来 就故意被红咒踹倒在地 皇上看见又是怒斥了红咒一顿 红咒也很委屈自己是皇上的亲弟弟 可皇上为什么偏心一个外臣 见皇上真的生气了 红咒又跑去找太后 太后让皇上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再饶恕红咒一次 皇上念及手足之情 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红咒见此主动将南巡的事揽在身上 皇上答应了 而在红咒走后 皇上向太后提起了策立皇贵妃的事情 太后觉得纪皇后尚在 如果立了皇贵妃 就相当于架空了纪皇后的权利 因此对此不是很赞同 但皇上还是坚持表明南巡回来之后 便会正式策立英洛为皇贵妃 可没想到这些话 会被返回拿东西的红咒听见 红咒立刻通知了纪皇后 看心上人如此伤心 红咒下定决心谋反 而纪皇后也打算跟着一起 另一边英洛与傅恒在紫禁城里相遇 傅恒将袁春旺与红咒见面的消息告诉英洛 提醒英洛小心纪皇后 而他本来是打算跟皇上一同南巷 但边关告急 傅恒再次被派往边关 为了保险起见 英洛吩咐小犬子帮自己查一个人 很快乾隆皇上第三次南巡开始 龙舟上歌舞升平 乾隆皇上看得津津有味 纪皇后劝皇上注意形象 皇上对此充耳不闻 纪皇后只好找英洛一同劝阻皇上 眼见皇上面怒于色 英洛连忙解释 孔子曾说过实色性言 世人哪有不爱美色的 感叹自己可惜并非男子 如若是必定左拥右抱 其人之福 皇上听词打去英洛是个女人 这种事这辈子就别想了 可英洛却不以为然 赏不了美人 赏一些俊秀的小太监还是可以的 说着他就把目光落在 皇上身边的德胜公公身上 这可把德胜给吓坏了 恳求令妃不要开自己玩笑 德胜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皇上肯定舍不得 淑妃提醒英洛另选他人 还说自己宫里有几个养眼的改月 给英洛送去 英洛一听连忙感谢 这哪是一公娘娘所能干的事 皇上想提醒英洛 不要做些有损名声的事 转念一想自己又在干嘛 这一冷静也就看出 英洛是帮季皇后劝戒自己 便吩咐这些武器下去 可英洛却越说越离谱 甚至主动给皇上出主意 说杭州有一位财色双绝的名记 英洛打算花重金 让他来给皇上唱曲 真不照歌迹 你也别想 要是那玉士手上的笔一挥 朕还真的成了千古笑柄 你不要脸 朕还是要要的 虽然英洛劝戒成功 但看着二人一唱一和的 季皇后心里吃醋只能先行退下 红咒劝告戒皇后 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要再犹豫 这么多年来 只有红咒始终站在他这边 季皇后表示自己知道他的好 一定会按照计划进行 却在私下里偷偷飞鸽传书 向外传信 真儿看出季皇后另有打算 便将此事告诉给元春望 元春望当即决定提前动手 另一边 叶天室诊治过五阿哥的腿后 表示有救 但是否一定成功他不能保证 不过即便如此 五阿哥也打算一世此事 可就在这时手下来报 前方有叛军出现 皇上听后却邀请红咒下棋 红咒知道皇上这是怀疑自己了 于是好心提醒他去看看五阿哥 原来叶天室正在用腐虫给五阿哥治疗 可当腐虫溢出来 他便发现虫子被掉了包 眼看腐虫就要进入五阿哥的身体里 鹰落忍不住伸出了手 最后五阿哥得救鹰落却被咬伤 与此同时太后的房间也突然起火 皇上为救太后 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 继皇后得知此事 拼了命地也要去救皇上 红咒不得已只好把他打晕 接着他接管了龙舟上的全盘事项 并带领亲信以诛杀乱党为由 杀死了所有知情者 还故意将皇上留在船舱 任由他被大火烧死 而后叛乱一事很快平息 只是轻点下来 船上怎么也寻不到太后皇上 与魏鹰落几人 众人都以为他们被叛党劫走了 红咒则以为胜券在握 可就在这时 皇上突然带着太后从暗道里走不出来 红咒没想到皇上居然还有这一手 他想装作不知情 谁知皇上却把红咒逃跑的手下带了上来 见计划失败 红咒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他的故意维护 更是加重皇上对继皇后的怀疑 但继皇后早就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沿岸官员带领大量卫兵 及时出现接应众人 正是皇后飞鸽传书给沿岸官员的 红咒这才明白自己的一腔痴情 看来还是错付了 就在众人以为继皇后可以脱罪时 袁春旺居然站了出来 告发继皇后与红咒有私情 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的话 他还表示红咒身上有继皇后的信物 真儿这才反应过来 袁春旺之前说一切都是为了继皇后 是骗人的 而那所谓的信物 是真儿按照袁春旺所说 偷偷拿了继皇后的一块玉佩 没想到这玉佩却成了嫁祸之物 真儿想将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她可是继皇后的贴身宫女 她有事继皇后自然也难辞其咎 身为一国之君 最痛恨的莫过于自己的妃子红杏出墙 就在此时李总管挟着阴落现身 她的出现打破继皇后内心最后的自尊 她到底有多爱皇上 哪怕是在红咒圣圈在卧室 她还是选择与皇上共生死 复查皇后爱皇上但更爱自由 高贵妃爱皇上更爱高家 纯妃心里根本就没有过皇上 其他人的眼里只有满眼的荣华富贵 只有她爱皇上胜过爱自己 即便天下人背叛皇上 自己也绝对不会 而自己做了那么多 在危险时刻 皇上心里却还是只惦记着阴落 爱自己的人她不珍惜 不爱她的人她却是若珍宝 更可笑的是现在她还爱着皇上 但她也知道两人已经覆水难受 一个冲动之下 纪皇后当众割发 按照大清传统 满人除非国丧 否则不得落法 纪皇后此举落下大不敬罪名 可她早就不在乎了 此刻只想跟皇上恩断一绝 珍儿知道自己被袁春望利用 心灰意冷的她拔出发灾 打算与袁春望同归于尽 可袁春望轻轻一挥便结果了珍儿 为了将功抵罪 袁春望跪求皇上说自己愿意指认出 所有参加造反官员的名字 只愿皇上饶他一面 殷落听此冷冷一笑 斥责袁春望 这一切都是他所策划 殷落这些日子一直在回响 袁春望曾给自己说过的故事 于是派人偷偷去了 袁春望的老家太行山 太后一听太行山 立刻秉退众人 接着殷落告诉大家 袁春望是雍正的儿子 他自称身上留着爱心绝罗的血统 却被当年的廉亲王恶意报复 送进紫禁城 袁春望教唆红咒谋反 步步逼迫季皇后 他就是要借红咒的手 谋杀太后和皇上 一旦计划成功 回到紫禁城 他就会出卖红咒 在宗室面前揭露他的罪行 如此一来他便大仇得报 事已至此 袁春望也没必要隐瞒 明明留有同样的血脉 皇上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凭什么自己只能做太监 而太后知道了来龙去脉后 却表示雍正根本没有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袁春望说雍正当年养伤时 留下的亲王福就是铁证 太后听后不屑一笑 表示前世为了救先帝 换上了先帝的衣服 后面落入了土匪窝中 按照这么推断 袁春望是土匪的儿子 太后惋惜 袁春望本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 娶妻生子 却偏偏相信一句谎言而变成了废人 实属悲哀 皇上听此当即想要将袁春望凌池处死 可太后却拦住了他 此人冒充皇嗣 兴风作浪不可轻扰 皇帝就听额娘这策话吧 而殷落为救五阿哥碰了尸虫 病入膏肓 就在众人以为殷落必死无疑时 殷落却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慢慢恢复 海澜茶告诉他 是复衡为他带来解药 同时复衡在找药的时候中了瘴气 加上作战时不肯休息 如今尸身已经运回紫禁城 临终前复衡托海澜茶给殷落带句话 为殷落 这辈子我守护你已经守够了 下辈子可不可以换你守着我 殷落听此泪如雨下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应该就是复衡了 至于季皇后被打入冷宫 每日饭菜 待遇却还跟以前一样 季皇后很是疑惑 这是伺候她的宫女表明 自己从前是伺候玉太妃的 如今又受红咒的嘱托要善待季皇后 季皇后听了很是内疚 没过几天殷落来冷宫看望她 季皇后同样不明白 殷落为何会帮自己求情 殷落坦言道 季皇后还是贤妃时曾救过自己一命 这件事季皇后早就不记得了 但救人的恩情殷落一直记得 如今二人两不相欠 而季皇后也猜测 殷落早就猜到元春旺的计划 但她一直没说 是因为殷落一直想给殷民报仇 毕竟红咒没死 这仇就不算报了 而殷落的反应也证实了季皇后的猜测 可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自己一直在讨皇上欢心 可皇上始终没把自己放在心上 那殷落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让皇上彻底爱上你 皇后娘娘 您一往情深 可为什么要告诉她 是啊先说出口的人就已经输了 与此同时海澜查奉皇上之命 给红咒送去了毒酒 临终之际红咒不由地感叹 怪不得父皇会选皇兄做帝王 而元春旺疯了 太后任由她在紫禁城里疯下去 殷落也正式被册封为皇贵妃 皇上问她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 殷落说自己没法开口 但她会用一声来回答皇上 关注老马 我们下部剧再见